女孩因为企图毒害妹妹 而即将被哥哥当众拔舌砍头 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 女孩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 只有虔诚地忏悔 好在善良的妹妹并不得怪怨她 只想在最后和姐姐好好的到个别 这让阿丽亚感到境内就又残酷 正不知该如何面对妹妹的事 怎料抬起头却看到妹妹的眼神 她露出了一脸凝冷的微笑 阿丽亚呆住了 妹妹却已经凑到她的耳根轻声地说 亲爱的姐姐你未免也太蠢了 是你的侍女让你欺负我的对吧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指示的 原来早在阿丽亚那个出身封城的母亲 拉着她踏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天开始起 妹妹米埃尔就已经对她起了杀心 在米埃尔看来 这一对母女即是他们家族的污点与痴 于是她伪装成单纯柔弱的小白负形象 先是毒杀她的进屋 又设计陷害阿丽亚给她下毒 阿丽亚 看到你们这么痛苦我真的好开心 你根本不该出声 伴随着恶毒的话语 米埃尔脸上的神情越发的慈悲亲切 仿佛一个在为罪人祈祷的圣母一样 阿丽亚浑身颤抖 不敢相信朝夕相处的妹妹竟然是如此的歹别 她突然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于是在内心一变一变地向神明祈祷 让我回到过去吧 就像是那沙漏一般 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将要改变这一切 而随着一声令下 哥哥手举着常见无情地朝她脖颈处砍去 这是一道玻璃碎裂的声音 突然在阿丽亚的耳边响起 碎片划伤了她的小组 鲜血慢慢地从腿中渗出 疼痛让阿丽亚渐渐地从恍惚中回过神 听着旁人指责她没有教养摔碎了杯子 看着妹妹虚伪地露出 但又不起出声关心 阿丽亚掀视一惊 她竟然真的回到了过去 而后阿丽亚嘴角上扬 心中暗暗发誓 这次她要成为真正的论语 亲手撕掉妹妹那张伪善的奖链 于是在众人都以为她又要大哭大浪之时 阿丽亚却温柔地请求侍女帮她进行报答 并礼貌地向众人道歉后才离开了餐桌 留下一家子人因为她的改变而惊讶无比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场复仇好戏才刚刚开始 或许是虔诚地祈祷得到了神明的眷顾 她真的回到了过去 此刻阿丽亚正坐在床边清理着伤口 看着先前被她错怪的仆人解写 心里满是愧疚 正要上床休息的时候 突然在被窝里面摸到了奇怪的东西 一看竟然是一个破碎的沙漏 阿丽亚瞬间明白了一切 这定是神明赐给她的礼物 于是钻住手里的细沙泪流 杰西望着阿丽亚小姐的之所 因为在她的印象里 阿丽亚时的反缠的寒 目无尊长 雕钻无礼 也正因如此 尼亚尔才将杰西安插在她的身边 希望自己的姐姐能得到最好的作用 言外之意却是让她盯紧阿丽亚 为自己的邪恶计划作专 可是单纯的杰西没有理解尼亚尔意思 她发誓一定要尽心竭力地保护好她的姐姐 不过还是答应了下来 很快到了家庭聚餐时间 阿丽亚的养父回到家里 一家人生活在其乐融融的假象中 距离用餐还有一段时间 阿丽亚表示自己想迎试一手 以此来表达对父亲的牵挂之心 看着姐姐出境风筒 米艾尔很是不满 不知道姐姐是否知晓这首诗还有对诗 于是自顾自地朗诵了起来 没想到此举正中阿丽亚的吓唬 因为对诗是伯爵弟弟心 她曾想暗杀首人伯爵 是上数代的近诗 听到这里米艾尔的哥哥连都绿了 看着兄妹俩狼狈的模样 阿丽亚不由得食欲大走 不过既然回到了过去 阿丽亚就决定好好学习 于是在家庭调试沙拉的工作下 她变得越来越有气 过去的阿丽亚凭借自己长相 认为礼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然而很快就被别人厌倦了 可是米艾尔却因为受到良好的造语 在所有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看着阿丽亚端端的模样 老是欣慰的笑话 昨天用餐时 却遭到了阿丽亚的难杀 场面一度甘大夫 阿丽亚向老师诉书着昨晚的心 突然话封印 恳求老师教她自行 想借题完成自己副仇大业的第一步 在绣完百合后 又恳求沙拉教她绣玫瑰 目的就是为了把米艾尔的未婚夫抢过来 沙拉察觉有些不对劲 就对着她旁敲侧击了一番 阿丽亚却装起审赖 让沙拉老师彻底放心 有多惨 自己的母亲被所谓的妹妹毒害 而自己也被妹妹陷害 即将被处死刑 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或许是虔诚的祈祷 得到了神明的眷顾 她真的回到了过去 此刻回想起过去 姐姐阿丽亚一事无成 而自己的妹妹米艾尔 却总向父亲献殷勤 为此人们常常拿她俩做比较 自卑的阿丽亚 近前一幕话地接受了妹妹 比她强的事实 餐桌上父亲正为商业项目商榜 妹妹米艾尔表示 可以发展皮格好业 许多贵族小姐喜欢拿皮格当作风妖 父亲觉得可惜 阿丽亚居不这么认为 经历了未来的事件的她名买 皮格由于保养工艺复杂 气味浓烈 所以始终没有在贵族群内流行起来 一旁的女仆见阿丽亚想要发言 忍不住窃窃私语了起来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阿丽亚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人天 可是她开口就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阿丽亚不停比较了解皮草跟皮格的优劣事 还说出了皮草发展的前景 父亲细细思考以后 觉得阿丽亚说得十分有道 转变又想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走了 于是追问阿丽亚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 情报的来源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聪明的阿丽亚却说自己记不起 父亲赶忙找人去确认事情的真相 一旁的米艾尔 信心地向父亲递过去而时地发起 她明白姐姐又一次出境风头 几天之后 父亲打算听从阿丽亚的建议入手抵抗 关于消息的真假已经得到了确认 就在父亲领走之时 阿丽亚将自己的刺绣送给父亲 看着精致的花园 众人忍不住嘖嘖撑起 杀人诛心 阿丽亚转头询问米艾尔 可爱的妹妹需要帮你做个手帕吗 米艾尔深受打击 脸色难看极了 她开始学着姐姐自己的思绪 可是请的老师 还没有阿丽亚一个水准 与此同时 阿丽亚的母亲找她了解了点 说起来米艾尔的心动对象 要是把奥斯卡带回家 那将会想尽一切荣华部 渐渐的母女俩的想法也连到一起 阿丽亚定会将米艾尔亲手摧毁 哥哥去了学校 妹妹终日忙着学习刺绣 家庭教师沙拉找上门来 想邀请阿丽亚参加茶会 顺带炫耀一下自己可爱的学生 阿丽亚思索一会 随即答应了下来 阿丽亚回到了国局 定会将妹妹米艾尔的一切亲手摧毁 参加茶会 那就一定得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可是阿丽亚的衣柜略形幼稚 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米艾尔 阿丽亚赶行让杰西将衣服放回去 此举效果甚佳 把自己包装成了弱势的衣服 看着被焚烧殆尽的衣服 母亲就让她跟米艾尔借一件 米艾尔虽然一万个不情人 不过为了堵住流言蜚语 还是照做的 没想到阿丽亚有点而来 在衣柜里找到了去年奥斯卡 送给她的生日鱼 米艾尔觉得惊慌不已 姐姐是组织到这件衣服的存在 要是不借给阿丽亚会被人说算起 为了引告自己侍女的行星 米艾尔咬咬牙答应 侍女杰西说之前的沙漏已经修复好 阿丽亚乘着马车来到镇上 她要取回那个修好沙漏 这条街是当时阿丽亚死亡的地方 想到这她不经心口意境 马车在服装店门口停下来 望着店里富丽堂皇的模样 她将心仪的衣服抢购一空 随后扬长而去 在门口阿丽亚看到两个卖报纸的孩子 这让她回想起了悲惨的童年生活 有个叫汉斯的男孩和她关系很好 却在卖报纸的时候被马车撞死了 车主当场逃逸 她随即命令杰西去买下她所有的报纸 并加付一个月的工钱 要是出了新报纸也要全部买 阿丽亚看着买回的报纸 一则标题引起她的注入 室友光皇太子揭露奴役职 她想要是能拉拢这样的 那复仇大业一定指日可待 可惜现在阿丽亚没有这样的渠道 她终于来到了维修铺 看着沙漏完好无损地 阿丽亚高兴极了 立马出了双倍的价格 正在这时 一位带着兜帽的人向她迎面而来 明明没做什么 可是阿丽亚浑身却打起来海战 她感受到一股莫名其妙的 补举力量在行的身上 随后就看到老板桌子上 摆着的赌场入场券 或许是为了对她修复沙漏不是感谢 阿丽亚竟让老板将入场券卖转 因为在不久后皇太子将查封赌场 到时候高价买断的入场券就一时 听到这里老板一头误说 可是带着兜帽的人却迂回了 她三下五除二将宝卫收拾后 抓住了阿丽亚的手 询问她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黑色的东帽下是一张英俊的脸套 清晰可见 阿丽亚看着她出了事 熟悉的双毛让她浮想明天 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男人 男人见她默不作声 于是准备动起手来 临死前带着不甘回到了过去 现在的她正走在复仇的道路上 眼前的男人让她浮想明天 我好像在哪见过她 男人见她默不作声 于是准备动起手来 阿丽亚胡乱编了个脸 说是卢伯尔子决亏了 打算将赌场卖了跑路 由于只是传闻 所以男子无法辨认事情的真言 只能将阿丽亚放脑 看着她消失的背影 男子的随从将阿丽亚错 当成了艾米尔 是米埃尔妈 男子默默说道 名字的含义是蜜蜂 但很不合适眼前这位大男人 总觉得如此眼熟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他 一旁的随从表示 可以深入调查 男子拒绝了 毕竟还有计划要执行 当她再次细细 回想起阿丽亚的一切时 有一股余温 在她的手上久久没有散去 与此同时 阿丽亚回到了家中 她对于两个随同的 业务能力满一步 紧接着就对俩人 忍潮热红起来 不过这事的 拉拢人心的好劲 于是就故意 让俩人为她端查道顺 没想到效果甚至 很快就收拢了 俩个忠心耿耿的朋友 不过此时的阿丽亚 还是心有意境 想到那位 令人毛骨所难的美男子 默念着 还是不要再见到无名 另一边美男子 开始召集人马 已经行动了起来 他们决定 今晚就攻占独场 莎拉前来拜祭 她告诉了阿丽亚 关于茶会的注意事件 贵族女孩子们 往往会在茶会上 交换一些 亲手制作的离谱 正好阿丽亚 在刺绣方面 十分出草 于是就能做些手帕 来登进感情 这种送礼方式 也存在于家人之中 只不过米埃尔 和阿丽亚的关系 十分特殊 制作了一只 帝国文样的手帕 第一件事 就是拿她嘲讽米埃尔 当阿丽亚 将手帕送给她时 米埃尔整个人 都露出了难看的感觉 面对着 比自己强树背着紧 她无地自容 只能随便找个理由 匆忙地离开 一切准备就绪 阿丽亚前去参加茶会 她打算几年慎行 不能再让悲剧 重蹈覆辙了 不过昨天的两个护卫 明显被吓到 但是看着笑嘻嘻的阿丽亚 还是放下了防备 一路上阿丽亚 都有着不安的情绪 仿佛有件大事即将发生 女人临死之前 带着不甘回到了过去 阿丽亚在众人的目光中登场 看着她朴实无华的装扮 贵族小姐们 窃窃私欲起来 貌似阿丽亚并没有传闻中 那么没有教养跟礼貌 反而惹人喜爱 悲惨地遭遇使人同情 很快阿丽亚就树立了 可怜人人手 还把米埃尔说成了 十恶不赦的形象 随后又拿出了 亲手编织的手帕送给众人 将在场的贵族小姐 哄得团团转 纷纷提出要带她出去游玩 突然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 最近卢普尔自觉参与了赌场 还有人口买卖 外面很不太平 一向谨慎的皇太子 也让她溜走了 阿丽亚听后心里一惊 难道是自己的所作 影响了皇太子的计划 然而跟自己的复仇并没关系 但是也不能置之不理 离开茶会后 她急忙派自己的手下约翰 前去调查 可是约翰的好友 并未打探到皇太子的行踪 要是两手空空地回去 定会遭到阿丽亚小姐的辱骂 走投无路之下 约翰进入了维修店 打听下落 在和老板寒暄几句后 他竟然昏倒过去 原来是老板在水里放入了迷药 黑暗中那位美男子现身了 身旁站着的还有约翰的好友 难道美男子就是皇太子吗 他们误以为约翰和卢普尔子 绝有联系 于是派人暗中调查 突然门外传来声音 他们随即行动了起来 第二天 约翰无功而返 不出所料 阿丽亚气得脸都黑了 就在昨天 卢普尔子爵在赌场附近的旅馆被捕 他在赌场附近转悠那么久 竟然一无所护 真是没用的东西 阿丽亚暗暗想到 既然一切都回归正轨 那么他也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阿丽亚向母亲请愿希望学习其他知识 请到其他的家庭教师 他清楚地知道 在未来会有无数的人献殷勤 但当听到自己被家族抛弃后 无一例外地全部离去 此刻正是拓宽人脉的好时机 于是家庭教师们相继来访 只不过他们鳄鱼奉承的样子 让阿丽亚倍感压力 不过这样也好 对他上课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他的最终目标是夺走奥斯卡 想到米埃尔痛不欲生的模样 阿丽亚不禁笑出了声 莎拉看他高兴的模样 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 阿丽亚就将最近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虽然自己的教师不止一个 但是最喜欢的还是你 莎拉听后高兴极了 殊不知 一个伟大的计划 在阿丽亚的脑海中悄悄诞生了 这个女人被妹妹陷害 临死前因不甘心 时光沙漏让她回到了过去 于是展开了疯狂的复仇之路 妹妹米埃尔眉头紧锁 看来在刺绣方面始终敌不过姐姐 就在阿丽亚开心之余 外面熙熙攘攘地传来声响 她连忙让杰西前去查看 自己则是躺在了床上睡着了 在醒来时发现肚子饿紧了 于是她推开门走下了楼梯 发现外面静得出气 不等杰西回应 她就在客厅里看到了访客的身体 那正是妹妹心仪的男人奥斯卡 阿丽亚明白复仇的时刻到了 于是上楼换衣服 米埃尔发现姐姐看到了奥斯卡的身色 立马慌张了起来 连忙招呼她前去用闪 阿丽亚则是不慌不慢地打扮了 在奥斯卡的惊讶中闪望登场 对于这样的不速之渴 妹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就跟她聊了起来 把米埃尔晾在了一边 眼看自己的轰头被姐姐压了下去 米埃尔连忙接不话茬 将奥斯卡送给她的衣服夸摇了一番 哥哥凯因连在旁边助攻 本想让奥斯卡跟米埃尔一同购物 没想到弄巧成拙 竟然被奥斯卡撮合到了一起去买衣服 兄妹俩急了 米埃尔连忙说道 怎么能把客人一个人留下 谁知道奥斯卡天真的说 这不是还有阿丽亚小姐吗 看着身旁的姐姐米埃尔气得直哆嗦 阿丽亚一看几乎完了 立马招呼人 安排车辆将兄妹俩人送走了 自己则留下来帮奥斯卡安排休息 回到房间后的阿丽亚兴奋地跳起了我 一旁的杰西有些无语 连忙问她收着的手帕应该怎么办 阿丽亚明白 妹妹可能也会送给奥斯卡手帕 于是就将她随身携带 以防万一 看着远去兄妹的背影 阿丽亚暗自窃喜 翻开书本预袭这下杰克的内容 不了却被贵族的历史惹心道 于是就去花园散心 坐在她要交房门上的花朵室 奥斯卡推门进来了 水不偏不已地交在了她的头上 阿丽亚连忙道歉 没想到奥斯卡不以为然 竟然上前抓住了她的双手 此时的阿丽亚已被焦虑冲锋了脱毛 她不能犯下任何一次失误 否则将会搞砸自己的不愁计划 想着想着竟然哭了起来 奥斯卡健壮连忙上前安抚她 这一举动也暴露了她的心动 她是个心软的男人 见不得女人哭泣 于是阿丽亚利用这一点 顺水推舟地向她地上 随身携带的那条手帕 贵族奥斯卡是个心软的男人 女主阿丽亚利用这一点 顺水推舟地向她地上 随身携带的手帕 奥斯卡接过就用了起来 可当她看到手帕上的花纹时 雾免有些惊讶 这不是我的家族徽章吗 阿丽亚连忙解释道 这是因为弗雷德里克家族的 徽章很好看 你又恰巧是我接待的 第一个客人 所以这一切都像是 命中注定的巧合 奥斯卡沉思了一会 将手帕带走了 阿丽亚高兴地笑了 连忙吩咐杰西准备洗澡水 在互相道别后 奥斯卡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情绪 似乎对这个美丽的少女 颇有好感 很快晚饭时间到了 卡因和米埃尔外出回来 他们给奥斯卡准备了礼物 没想到是三个笔件 奥斯卡叹了口气 显然对这样的礼物没有兴趣 不过还是礼貌地道了些 阿丽亚观察着三个人的举动 本想借着手帕的事情搅局 但还是忍住了 取而代之的是 摆出了一副可怜的样子 奥斯卡立即就注意到了 连忙关切地询问她的状况 米埃尔看到后 气得脸都绿了 手里的叉子都掉在了地上 第二天奥斯卡和卡因回到了学院 阿丽亚的母亲听闻消息 赶紧从邻国赶了回来 不过奥斯卡已经离去 她显得有些失望 好在是阿丽亚把握住了机会 将奥斯卡的心牢牢地抓住了 没过多久家里收到了她的回应 在所有人的议论中 管家宣布 还有一份礼物是属于阿丽亚小姐 米埃尔对于发生的一切惊呆了 阿丽亚连忙赌道说道 或许是因为她收下了我的手帕吧 米埃尔难看极了 希望借着信件挽回脸面 但是姐姐阿丽亚有嘴滑舌地推托着 怎么也不肯读出信的内容 于是就吩咐米埃尔的侍女爱玛 拆开自己的礼物 并入众人眼帘的是一套衣服 可是阿丽亚却不以为然 只是拿走里面的发卡就匆匆而去 很快就来到了茶会场所 她又递上了为贵族小姐们同志的刺行 引得众人一阵夸奖 在假意的寒暄以后 茶会告一段落 正当阿丽亚坐车想要离去时 她猛然注意到了陌生的车府 于是连忙派人查明身份 没想到是府上的老车府 现在就快要退休了 阿丽亚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为什么没有提前向我汇报 要是我就这么直接上马车的话 阿丽亚将剩下的花咽了回去 她知道刚才自己要是上车 估计这会儿已经死了 看来米埃尔是故意将存人 安插在自己身边 小小的年纪就有如此心机 真不愧是恶女爱米尔 这个女人被妹妹陷害 临死前因为不敢 时光沙漏让她回到了过去 于是一场 复仇盛宴就此开展 阿丽亚看着眼前的车夫心存借地 经历过被妹妹米埃尔毒害的她 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做应对 她让车夫一个人先回去 听着马车发出嘈杂的声音 她断定其中必然有诈 不用说也知道是妹妹米埃尔干的 她连忙让一个随从 去寻找新的马车 随从嘟嘟囔囔地走了 阿丽亚出身低贱 身边全部都是些无能的人 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也是理所当然 随后就跟杰西走进了视频店 老板看着阿丽亚优雅大佛的样子 知道她肯定颇有来头 连忙叫店员拿出了店里的鸡品 阿丽亚掂量着两个凶针 迟迟做不出决定 因为这是要送给奥斯卡的礼物 只要让她觉得礼物很贵的就可以了 价钱方面自然是越高越好 最后她选择了青色的胸针 阿丽亚又要求老板定制几枚小一点胸针 随机在纸上画出了样式 老板有些吃惊 因为她画的分明是劳斯特家族的徽章 但眼前的阿丽亚却和传闻中的不一样 颇具眼光 而且落落大方 为了留住这位客户 老板将一条蓝宝石项链送给了阿丽亚 她看着民事里的老板满心欢喜 对老板说 今后一定会经常前来光顾的 不过马车还没有找来 阿丽亚决定一边喝茶一边等待 剩下的随从在一旁显得无所事事 直接被阿丽亚赶去找马车 现在的她情绪未平 毕竟之前的事给心里造成不小的阴影 阿丽亚打开窗户想要透透气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穷人 阿丽亚不由的心生感慨 好不容易几身进入了贵族的生活 那就必须要站稳脚跟 绝不能被米尔推下深渊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她的眼里 阿丽亚定睛一看 竟然是上次那个无礼的乡下贵族 此刻男人蓝色的瞳孔与她交汇了 随机邪魅一想 阿丽亚的脸瞬间红了 心中小鹿乱撞 她赶紧拉上窗帘 慌张到不能自已 因为始终无法弄清这个男人 在搞什么鬼 明明是个阴冷的人 那又为何对自己露出笑容 不安的感觉马上席卷了全身 对杰西端来查点也没有兴趣 现在她只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阿丽亚让自己努力不去想这个男人 毕竟她的目的是复仇 绝不能心存杂念 就在阿丽亚登上马车的一刻 一束鲜花被拍倒在地 诧异之时 那个男人将她捡起 命定的两人再次相遇了 这个少女被妹妹陷害 命悬一线时 神奇的沙漏让她穿越回到了过去 复仇计划就此展开 不过眼前的情形让她摸不着头脑 自从改变了时间线 总有接连不断的意外发生 男子捧着花向阿丽亚 送去了真挚的胆心 多亏有她指点 自己才能守住宝贵的财宝 阿丽亚有些嫌弃 原来是个落魄的故事 可伴随着侵略性让人难以忽视 而且态度的转变过于前列 阿丽亚露出了冷冰冰的神情 但是当众无法拒绝 男人随即单膝跪地 将鲜花递给了她 阿丽亚本想询问男人的身世 但是只得到一个信任 亚斯随后甩手让侍从闻了闻鲜花 发现没有任何异常才放下心爱 阿丽亚正要离局 亚斯却提出依偎手里 作为告别 顺便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阿丽亚想都没想就拒绝 上车时还故意将鲜花丢在了地上 用脚踩了几脚 看着残坡的花朵 阿丽亚装作心痛的样子 亚斯有些吃惊 随即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 本想看看亚斯难看的神情 见其竟然是这种反应 阿丽亚有些失望 不过也让她有些疑虑 对亚斯的身份越是好奇 阿丽亚的车夫竟然实物中毒了 她深知此事不是意外 定是米埃尔派人故意为之 约翰接着说道 先前的马车零件方面也有问题 要是乘坐一定会出事 阿丽亚随意夸地夸她 用赏金把她打发走 看来夺走奥斯卡是正确的选择 只有这样才会让米埃尔陷入颠口 引导她走向恶女的道路 将其本性暴露无疑 不过现在的米埃尔帮凶太多 府上全是对她忠心耿耿的人 阿丽亚打算借母亲之手铲除端倪 于是将刚才的遭遇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她 母亲听后大发雷霆 召集众人打算严惩车夫 慌忙中车夫百口莫辩 阿丽亚赶紧在一旁扇松点火 把油脱指向了管家 因为下人都要听从她的拆解 管家立马毕恭毕敬地承认错误 这是她的失职 在下人中的管理者有着别样的问题 阿丽亚意识到不能除掉管家 反而更应该拉拢她 于是找借口放弃开拓 觉得有人故意避开管家 阿丽亚看向了米艾尔 此刻的她惊恐万分 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计谋 竟然失败了 阿丽亚乘胜追击 打算把警卫队叫过来 米艾尔害怕此时牵连自己 声称阿丽亚就算意外也不至于死 阿丽亚抓住了话中的漏洞 你怎么知道会出什么意外 莫非一切与你有关 这个女人通过沙漏回到了国家 她要让陷害自己的妹妹 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要做的就是逼迫妹妹艾尼尔 承认自己的罪行 米艾尔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一旁的女仆爱马健壮 赶紧附在米艾尔边出谋画策 米艾尔听后灵机一动 巧妙地通过话术转为为安 阿丽亚开始伤心起来 要是真的出了事情 她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随机画风一转 要是妹妹坐上了那辆马车 就算没出什么事情 自己都会寝室难安 然后抱着母亲装出了一副可怜的药 米艾尔心有余悸 在经过一系列较量后 她知道姐姐彻底见了 不再是之前那个傻白天了 艾米尔清楚地知道 要是现在不舍弃这个忠实的武侠 米艾尔的人士 就会在众人的目光中崩塌 到时候就没有人再相信她 无奈之下 米艾尔只能阴云 事情就在骚乱中告一段落 到了用餐时间 阿丽亚独自一人坐在桌前 米艾尔气得待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只能装作身体不适的样子 这是阿丽亚最快乐的用餐时刻 享受间 管家前来禀报 宝石店的人已经将礼物送至门口 她对于阿丽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 逐渐向她靠近了 母亲就要宣布结果 阿丽亚急忙去验收货物 看着精致的胸针 远远地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随后母亲召集下人宣布了判决 于是善离只手的车夫被贬值 贸然顶劈的车夫被撤职 米艾尔有些眩晕 急忙装作身体欠佳的样子 引得众人关心起来 本以为自己就能这样离去 没想到阿丽亚叫住了她 随后吩咐杰西拿来了那条蓝宝石项链 在众人的惊呼中送给了米艾尔 一旁的侍女安妮看到后暗自惊讶 没想到阿丽亚小姐如此大气 看着米艾尔尴尬的模样 阿丽亚亲自给妹妹戴上了项链 安妮羡慕极了 母亲看着这其乐融融的假象 嘱咐几句后转身离去 阿丽亚则在房间内享受着下午茶 她多么希望失去靠山的车夫 可以砍下米艾尔的狗头 随后想到了站在米艾尔身边的侍女 艾玛总是不断给她出谋划策 要是这样的话 自己那时候的死也跟她脱不了干系 于是打算利用安妮调查艾玛 不过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写信给奥斯卡 她立马让杰西将信纸和礼物送出去 自己则在有意无意地翻转了一下沙漏 突然杰西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将刚才的对话重复了一遍 阿丽亚看着她流露出吃惊的表情 拥有一个能逆转时间的沙漏 是一种什么体验 有意无意地翻转一下沙漏 刚才送信的女仆 竟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 阿丽亚对眼前的杰西很是意外 因为这段对话 在几分钟之前刚刚发生过 而且放下的笔和寄出的信 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她的手中 阿丽亚觉得自己产生了幻觉 因为在她印象中 信已经被杰西拿走了 在回看自己的桌面时 发现信纸的数量和拿来时的一样 也就是说自己还没有开始写信 阿丽亚觉得很诡异 但是没来得及多想 就昏昏沉沉地蒙头睡去 第二天中午 杰西为她送上了果汁 阿丽亚没想到一觉睡了那么早 于是瞥了一眼沙漏 随手又将她翻转过来 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杰西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而且喝完的果汁 竟然满满当当地又摆在那 阿丽亚的脑海里灵光一闪 一个疯狂的念头产生了 或许自己回到了过去 她想起之前细微的举动 阿丽亚瞬间明白 是眼前的沙漏让她回到了几分钟之前 于是妩媚地笑了起来 在她的不断尝试下 终于掌握了沙漏的启动方法 但是每天只能翻转一次 而且只能回到五分钟之前 不过这样也够她玩乐了 比方说将自己 对家庭教师的不满宣泄出来 然后再将她的儿子挖苦 随后翻转沙漏让时间倒退 线上对家庭教师虚伪的赞美 不够副作用是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负荣 但是阿丽亚全然不顾这些 毕竟复仇才是第一要因 于是就开始了作死之旅 戏弄起了米埃尔 将水倒在了她的头上 又故意将她绊倒 米埃尔的呼救声 就这样在宅底此起彼伏 反正之后也能用沙漏将功不过 这为她无聊的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 但是奥斯卡却没有给她回应 整整两周过去了却秒无音讯 阿丽亚想到了当时随从说的话 奥斯卡虽然收下了礼物 但在聪明之下没有任何口信 或许是因为临近期末需要考试吧 看在随从心劳奔波的份上 阿丽亚随口慰问了几句 毕竟收下礼物才是最重要的 虽说信中内容可能会使她拒绝 不过积累缘分也算是不错的方案 阿丽亚有些焦躁 甚至一度想用沙漏将其拿下 就在这样愁出不绝中 奥斯卡回信了 阿丽亚认真的看着来信 这分明就是要划清界限 不想与她有过多的纠缠 那怎么行 阿丽亚叫来杰西 速速写了一封回信 看着她开心的模样 杰西心里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如果你拥有一个时光沙漏 会不会在放飞自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前一秒吃完的甜点 只要翻转沙漏就能恢复原样 阿丽亚将他们分给了下人 这样不仅自己能吃饱 还能俘获下人的芳心 杰西感动极了 随后将阿丽亚托她购买的书籍拿了出来 基础经济学 这是一本方便小孩阅读的经济书 阿丽亚打算学习一个方便知识 让自己变得学习渊博起来 毕竟在旧贵族社会体系下 女人是无法去学院上课的 阿丽亚只能靠着自学成才 而且可以在今后派上用场 倘若要让伯爵父亲听信自己的话语 掌握一定的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阿丽亚思考着自己的前景 打算以此创造一番事业 为了自己的财富努力学习 杰西却突然冒了出来 她对于今年阿丽亚生日派对的要求 有些蒙圈 毕竟在网年 阿丽亚举办的规模都是空前盛事 这次却谁都不起 只要求 和几个熟弱的贵族小姐在一起喝茶 阿丽亚深知艾米尔的生日也即将到来 要是能与她产生鲜明对比的话 一定会被人指指点点 此刻的低调才是王道 沙拉老师前来拜访 阿丽亚高兴地上前迎接 女仆们看着温馨的场面不由地笑了出来 她清楚地明白 沙拉将会成为自己坚强的后盾 而她此次拜访 是来询问阿丽亚对于生日礼物的喜好 但阿丽亚却偏偏想要手帕 沙拉一听来劲了 拿出了满满的异箱 可她要的手帕却是沙拉亲手制作 而且想要和她一人一块如同姐妹妹啊 沙拉老师感动极了 上前握紧了阿丽亚的手 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去绣制她 阿丽亚有些无语 因为她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沙拉将在社交界中认识侯爵大人 到时候俩人就会坠入爱河 好有什么的根本无暇顾及 可是沙拉却对社交圈不感兴趣 神色也逐渐暗淡下来 阿丽亚见状转移了话题 向其询问在成年后想做的第一件事 沙拉的回复出乎意料 她竟然是因为阿丽亚选择了当教师 与孩子相伴着一起成长 是沙拉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阿丽亚有些吃惊 没想到沙拉是真心喜欢自己的 这样的发展形式简直是妙不可言 等到沙拉成为侯举夫人后 阿丽亚就会站在她的身边 到时候必将光芒似是 让人难以忽视 今天是阿丽亚的生日 贵族小姐们纷纷献上自己的礼物 可是阿丽亚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贵族奥斯卡并没有出席 明明已经在信中邀请过 来不及多想 小姐们就让阿丽亚拆开礼物 看着粗糙的做工 她还是摆出了一副笑脸 而暗地里却想着将它们送给杰西 沙拉也将礼物递了上去 阿丽亚打开一看 一块手帕旁边放着一双精致的手帕 沙拉拿出了同款 开心地和众人炫耀 阿丽亚惊呆了 半天说不出话 这块手帕凝聚了沙拉的心血 是她迄今为止收到过最棒的礼物 众人对着阿丽亚的衣服一阵猛话 毕竟她的皮草用料特别 一定价值不符 阿丽亚笑着说 这是伯爵父亲买给她的 随机就开始杀人猪心情 声称自己最喜欢的礼物 是父亲给她买的玩具熊 在众人的好奇之下 阿丽亚连忙将玩具熊拿了出来 只见上面镶嵌满了钻石 小姐们流露出惊恐的表情 只有沙拉天真的觉得 玩具熊真的很可爱 杰西将茶点端了进来 就当生日宴会即将开始时 尼艾尔闯了进来 当着所有人的面 询问为什么不邀请自己参加生日派对 阿丽亚急忙起身 因尼艾尔身体不适为人 维护了自己的立场 尼艾尔轻蔑地笑着 让艾玛递给了她一束鲜花 然后在假惺惺的祝福中扬长而去 不留阿丽亚一个人呆在这里 姐姐居然没有邀请妹妹参加剧场 这一定会不会说闲话 她开始慌了 沙漏留在了楼上 不知道现在跑回去拿换来的来不及 阿丽亚突然清醒过来 这点小事没有必要大惊醒过 于是将艾米尔说成了一个柔弱的语言 言语中透露着对她家庭现状的语言 毕竟是自己和母亲差不尽 或许米艾尔至今无法接受重组家庭吧 又将责任归咎于自己 引得沙拉忍不住安慰起来 众人立马被带跑偏了 对着阿丽亚一个劲的关心 米艾尔好不容易能让姐姐难堪一次 却被阿丽亚机智地化解了 宴会在愉快的节奏下结束了 沙拉老师也乘坐马车回到了家中 阿丽亚独自一个人待在房间内 将米艾尔送给她的香花烧成了灰烬 看来必须将沙漏随身携带 以非不时之需 正在这个时候节系慌忙推门进来 奥斯卡来了 趁着阿丽亚换衣服的时间 米艾尔趁虚而入 她会和奥斯卡说些什么呢 趁着姐姐换衣服的见习 妹妹米艾尔竟然现现一步 和贵族奥斯卡聊起了天 发现她竟然有些日渐销售 于是逐渐将话题转移到了阿丽亚身上 显然奥斯卡还不知道今天是她的生日 只是带了一束洁白的鲜花当作礼物 米艾尔装起了可怜 声称阿丽亚并没有邀请她参加宴会 自己只是下楼给她送了个礼物就回到了房间 随机就邀请奥斯卡 来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看着米艾尔高兴的样子 就算她心里多少个不情愿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阿丽亚在门后偷听 却没有听到完整的对话 米艾尔看着她推门过来 急忙起身将主场转让给了底界 随后在亲密的微笑中擦肩而过 阿丽亚有些懊悔 竟然会在这时被人趁虚而入 自己又不知道他们聊天的内容 不过还是故作镇定地和奥斯卡 寒暄起来 阿丽亚展示着她送的发誓 将奥斯卡迷的神魂颠倒 于是反问道 自己送给她的雄阵 为什么不带 奥斯卡刚想开口 阿丽亚就接过话茬 谎称是自己第一次给人准备礼物 希望奥斯卡不要拒绝她的好意 这个男人再次心软了 原本是想把胸针还回来的 却阴差阳错地被阿丽亚亲自带在了身上 演变成这样的结果 不知道是喜还是忧 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 奥斯卡的内心已经产生了动摇 她将这束花朵当成了礼物送给了阿丽亚 不过狡猾的阿丽亚怎会就此善罢甘休 她恳请奥斯卡做她的比喻 毕竟自己孤单寂寞 还没什么朋友 奥斯卡知道自己必须拒绝 如果被人知道 这样的事可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但是看着阿丽亚楚楚可怜的样子 奥斯卡只能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阿丽亚开心极了 脸上掩不住的喜悦 奥斯卡心存侥幸 偶尔写一封信应该也没有关系吧 毕竟阿丽亚那么可怜 我可不能放任不管 这场见面就这么愉快地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阿丽亚睡也朦胧地醒来 想到昨天要不是妙用沙漏 否则已经被奥斯卡拒绝了 他思索着定制一块表 来提示沙漏的时效期 这时杰西推门进来了 他关切地询问到阿丽亚的身体状况 毕竟之前有意无意冒出来 与性命相关的话语 看着固执的杰西 阿丽亚觉得该奖利一下这个忠心的仆人 于是就将杰西避冬了 仆人竟然被阿丽亚避冬了 仆人杰西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杰西觉得以前的阿丽亚 可是对他又打又骂 阿丽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连忙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侍女能看到 阿丽亚是个大方多金的人 对待下人也十分的友好 随后他就让杰西去了宝石店 专门去定制一款五分钟就能复位的怀祖 杰西得到指令后飞驰而去 看着远去的背影 阿丽亚发现楼下竟然来了辆满车 是沙拉老师 他急忙换好了衣服下去迎接 根据接下来的发展 米埃尔应该要派侍女捣滚 为了应对这一举动 阿丽亚决定挑一个容易拉拢的人 于是随机选择了一位短发女仆 为她上查 就在阿丽亚决定将她留住时 她却以米埃尔唯有打算离开 阿丽亚灵机一动 向她询问安妮的信息 当得知她是年纪最小的侍女后 就吩咐短发女仆 拿来了装饰柜中的沙漏 时间倒退回五分钟以前 阿丽亚在听到短发女仆没空招呼后 直接指定了安妮作为自己的临时侍女 于是这位满脸雀斑的小女仆 就这样被传唤了过来 她看着阿丽亚和沙拉翩翩起舞的样子 忍不住心动了起来 不知不觉就入了迷 这时杰西赶了回来 阿丽亚看着她满头大汗的样子 急忙地给她一杯水 在阿丽亚的关切声中 杰西一饮而尽 当然这只是装装样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安妮看到这一幕 随后就让她离开了 趁着中场休息 杰西急忙给阿丽亚道歉 毕竟刚才多有冒犯 不过目的已经达成 安妮果然对刚才的事念念不忘 消息更快传到了米艾尔中 当得知姐姐侍女之后 竟然主动提出 将自己的侍女让出来照顾姐姐阿丽亚 表面上姐妹情深 实际上却是派人按钉钉烧 观察奥斯卡和阿丽亚的一举一动 没想到此举正中阿丽亚吓唤 于是就指定了安妮 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女人 阿丽亚本意是让她做做杂物 也深知米艾尔会让她监视自己 可没想到安妮那么傻去 竟然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看 阿丽亚有些尴尬 只能找些事情给她做 看着安妮的手脚如此麻利 阿丽亚有些吃惊 随后她闻到安妮身上有骨浓浓的气味 瞬间就找到了突破口 于是拖起了安妮的脸庞 贵族小姐竟然在为女仆化妆 她正在为自己的复仇计划做铺垫 而女仆安妮则是她的棋子之一 看着镜子里崭新的自己 安妮有些许的惊讶 没想到化了妆后竟然变得如此动人 这让她坚定的内心发生了些许变化 阿丽亚通过她身上散发的气味笃定 眼前的女仆 一直偷偷使用米艾尔的化妆品 于是将计就计 把自己的化妆品全部赠送给她 还顺带着给了安妮一枚蝴蝶截 随即表示只要她有所作物 不仅能得到和杰西一样的黄金勋章 还能获得到更好的待遇 安妮听的眼睛都直了起来 然后阿丽亚画风印 带着安妮练习起了茶话会 这种在贵族大院中成长的女仆 总是觉得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变成贵族 虽然眼前的练习让安妮觉得不好历史 但是在心里却乐开了话 阿丽亚深知这位小女孩 是个充满乌玉的人 而且精明又恶子 她就要给她提供乌鸦 变成凤凰的机会 不过前提是要为自己所用 而阿丽亚就是让她成为贵族的隐募人 意识就是让安妮选队伍站好 没想到她竟然支支吾吾起来 看来相比较阿丽亚给她的好处 米艾尔的威慑力让她不敢隐募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阿丽亚将她知此后 静静地躺在床上 知道现在的局势不管如何 自己都赢不了爱妮尔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的城市 又过去了一段日子 阿丽亚望着楼底下熙熙攘攘的人群 感到麻木不染 今天是米艾尔的生日 他们都是来送礼物的 一车一车的礼物代表着贵族的虚拟 可是阿丽亚没有心思在意这些 她唯一关心的就是成为自己比有的奥斯卡 竟然没有给她回信 正当阿丽亚心烦意乱之时 有一辆马车停在了楼下 原以为是奥斯卡 没想到是自己常年在外的父亲 她竟然特意赶回来给爱妮尔过生日 阿丽亚 不禁想起来了母亲和自己惨死的场面 她定会让这样温馨的场面 成为大仇得报以后的美梦 阿丽亚的目标不仅是米艾尔 更是整个劳斯特家族 正当她 打算用沙漏在生日派对上玩耍时 一个名为莱恩的人出现了 看着这位新人物的登场 阿丽亚变得不安起来 自己又在冥冥之中促成了什么事情 这个女人有着贵族的血土 每逢生日都会收到各种昂贵的礼物 然而纯洁的外表下 竟然镶嵌着一颗邪恶的内心 阿丽亚看着莱恩送的礼物有些无语 不知道她的主人是谁 初次造访竟然赠送如此昂贵的配饰 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 阿丽亚感到崩溃 难道米艾尔的魅力就那么大吗 看来时光沙漏产生的变数是不可避免 今天是米艾尔的生日 她穿了一条奥斯卡送给她的灵衣曲 巧的是阿丽亚也收到过痛苦 或许是出于礼貌 阿丽亚跟父亲打个招呼 这一主动也引起了莱恩的证明 她夸赞着阿丽亚的魅望 随即转过头去接着和米艾尔聊天 阿丽亚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她第一次在颜值方面败下阵来 不过到底是格局大 她意识到此人只是个讨好伯爵的代表 正打算转身离去 没想到父亲却叫住了她 并且抛出了一个精致的诛 要知道在此之前 只有米艾尔才能收到这样的礼 看来自己的努力是有用的 那么当下的事情就是要米艾尔难看 阿丽亚立即换了套衣服 随后地出现在了她的誓言 看着姐姐不发好意的影 米艾尔有些心有余子 很快就发现了东西 阿丽亚竟然穿着和自己同伴 她的脸色难看清 来宾立马议论纷纷起来 刚刚还在炫耀衣服的米艾尔 此刻尴尬到了极点 不过很明显 对于传闻中阿丽亚恶美的行动 大家都嗤之以疑 想要接机吐槽她低俗的举止 但是现在的阿丽亚竟然无可挑衅 无论是仪表还是礼仪气度 都远超他们之身 这不禁让众人怀疑传闻的真假 正当阿丽亚得意之时 米艾尔一脸欣喜地被叫住 原来是哥哥卡因 真是虚惊一场 可是奥斯卡却出现在了卡因身边 阿丽亚差一急了 在她的印象里 奥斯卡从未参加过艾米尔的生命 为何对自己却连封信也不 难道自己的追动 使事态朝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 卡因又是怎么回事 竟然色眯眯地盯着阿丽亚看 奥斯卡的脸竟然也红啊 酒精沙场的阿丽亚瞬间明白 两人都对自己产生了好感 奥斯卡也受不了愧骨之心 前来参加米艾尔的生日 阿丽亚连忙上前摇醒两人 然后装作伤心的样子 表示自己不该插足两人的感情 随后就跑上楼去 这招果然管理 在米艾尔比翼的眼神中 奥斯卡追上楼 这个男人竟然抛下了未婚妻 转头来到二楼寻找她的姐姐 难道一段布伦恋会就此开始吗 阿丽亚早已恭候多时了 就连茶就换了三次 终于将奥斯卡盼到了 看着她通红的脸蛋 阿丽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她明白只要微微地推波助澜 就能一举拿下奥斯卡的心 奥斯卡也纳闷 明明心有所处 却对眼前的阿丽亚百万思念 趁着难得的机会 两人聊起天来 阿丽亚似乎在想个诉苦 直言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 十分忌讳派对的场景 奥斯卡就这样被带进了圈头 竟然表现出对米艾尔的不满 好像在说 都是因为她 我才不能跟阿丽亚变化 可自己明明只是个比友 本来打算早点回家 却被阿丽亚留下了吃了晚饭 奥斯卡内心的煎熬 被她看得一清二楚 于是再次强调俩人只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之间的交谈 又会出什么事呢 很快到了晚饭时间 没想到莱恩也坐在了饭桌上 这引起阿丽亚的注意 看来这位侍从 是想帮赌人牵线搭桥 于是开始分析起她的身份来 想着想着奥斯卡的目光 突然跟她交互了 看着阿丽亚插不上嘴的母娘 她再一次同情心泛滥 而卡因竟然在暗中观察着 此时的艾米尔 正在为奥斯卡送的礼物报喜 本以为能得到心上人热烈的努 没想到奥斯卡却望着阿丽亚出来 米艾尔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随后就掏出了自己缝罪的手帕 将她送给了父亲 阿丽亚看着这位外表单纯的目光 想着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还是配合地夸赞着米尔 谁知道米艾尔竟然蹬鼻子上脸 叫艾玛掏出了为大家准备好的手帕 唯独不给阿丽亚准备 想借此机会叫她难堪 来人有些看不下去 赶忙将收到的手帕递给她 没想到阿丽亚却微微一醒 竟然巧妙地借机化解了米艾尔的计划 米艾尔的计谋再次失败 又过了些许日子 阿丽亚想弄清楚手帕的来人 就找来了安妮为她保养皮肤 并借着带她参加巨户的游户 询问米艾尔手帕的来历 果不其然 安妮顺口 就将米艾尔亲老师的事情说了出来 阿丽亚若有所思 要知道这些事情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而米艾尔并未参与次序 只是随手补了几针 阿丽亚明白时机成熟 就将专服的黄金徽章赠予安日 从此刻开始 米艾尔忠实的仆人逐渐减少 这个男人的主人看上贵族的小姐 于是三天两头大包小包地跑到府上 就为了吸引她的眼球 不过米艾尔却有些愁愁不绝 毕竟自己已经心有所属了 母亲总是有些担心 于是再次询问了莱恩主人的信息 然而她还是树南奋狗 并表示自己的主人偶遇了米艾尔 而且产生了好感 阿丽亚在一旁仔细听着 想借用沙漏打探一下莱恩的底细 于是开始推理了起来 她认为莱恩的主人一定是国外的贵人 否则就是皇太太了 莱恩一听有些吃惊 没想到阿丽亚的思维竟然如此证明 不过在她的逼问下 还是没有说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阿丽亚只能装作自己毫不在意 实则心中慌的一批 要是此人只是个愚蠢的贵族倒还好 可一旦成为了米艾尔的靠山 那么在日后一定是个大问题 此时莱恩悄悄一批 心中有数 第二天 阿丽亚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起来 杰西见她眼睛有些浮肿 赶忙端来了凉水为她擦拭 阿丽亚要去参加成人后的第一次聚会 安妮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看来为此次出行花了不小的公主 她小心翼翼地询问阿丽亚的意向 始终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 来到茶会后 小姐们一眼就看见了 站在阿丽亚身后的安妮 自然对着她就是一顿梦花 阿丽亚见时机成熟 于是步入正体 开始讨论起成人里的话题 听到这个小姐们争先恐后地拥了上来 想要将莎拉小姐的事情告诉阿丽亚 正说话时 莎拉捧着一束鲜花扇扇来迟 原来是侯爵大人派来的使者 于是耽误了时间 小姐们急忙追问莎拉成人里的下文 莎拉有些羞涩 说当时自己的手帕掉在了地上 伯爵大人捡起来后细细地端下着 突然提出想要这枚手帕 于是莎拉害羞地给她了 随后还硬要跳舞 没想到表面木讷的侯爵 心思竟然如此细腻 阿丽亚听着莎拉的叙述 对此事毫不意外 因为她知道 莎拉必定会和伯爵在一起的 然后话锋一转 希望莎拉抛出自身条件 仅仅是因为爱 或是因为喜欢在跟对方在一起 毕竟自己只是希望莎拉得到幸福 莎拉听后感动极了 在场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除了呆若木计的安妮 她对一介平民嫁入豪门的事情 倍感意外 没错只要自己有这样的机会 就一定可以攀上贵族的 阿丽亚清楚地知道 只有自己才能帮着她达到这层目的 而这也是带安妮参加聚会的 那么安妮又会如何打算 这个刚成年的小姑娘 竟然在叫自己的家庭教室谈恋爱 看似是个出出茅庐的新手 实际是个经历了无数男人追捧的美女 莎拉幻想着阿丽亚描述的场景 既高兴又害羞 打算一举拿下侯爵大人 阿丽亚出谋划策让莎拉送给她一副手套 这样侯爵大人一定会记忆犹新的 莎拉夸赞着阿丽亚的好主意 事实上 这些都是她征服了无数男人的经验 正当莎拉想要回去时 突然发现门口有着一辆新来的马车 并并一看原来是莱恩 她兵兵有礼的上来询问 想要找米艾尔小姐喝茶 顺便说几句话 阿丽亚一位已经监护人的同意 不能让莱恩与未婚小姐喝茶为友 把她拒之门外 本意其实是看不惯莱恩 一直给米艾尔送礼物 所以她是不会让两人单独见面的 莎拉发现阿丽亚的脸色也会不好 于是激起了她的保护欲 于是提议四人一起喝茶 莱恩墨雪了 随后递上一份为阿丽亚准备的礼物 又是那树玉金香 阿丽亚狡猾的笑了 根据花的色泽 立马就断定莱恩的主人 就是帝国的故族 这让莱恩震惊不已 三人坐在一起喝茶 阿丽亚满腹于虑 难道她的主人真的是皇太子 于是她让安妮拿来了沙洛 开始盘问眼前的莱恩 想知道她三天两头来福底的目的 原来她的主人 看中米艾尔搜集信息的能力 和侯爵合作的皮桃声音 就是听取她的建议 阿丽亚瞳孔震惊 这可是我出的主 难道我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就从未得到改善吗 竟然将功劳归咎于自己的亲生女儿 阿丽亚气得发抖 莱恩紧接着说道 米艾尔貌似并没有传闻中的洗礼 阿丽亚冷冷地讽刺着女儿 随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当众发飙了 这一举动明显把沙拉下得半死 阿丽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连忙翻转沙漏 让一切都恢复原样 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 然后在漫长的董拜中 米艾尔姗姗来迟 经过一番简单的寒暄后 莱恩立马向她询问 关于赌场的看法 阿丽亚知道这是试探性的问题 可没想到米艾尔竟然什么都不会 当听到她说 要在赌场门口为皇太子剑雕像时 阿丽亚忍不住笑出了声 莱恩有些尴尬 随机试问阿丽亚有何高见 谁知道阿丽亚不仅说得头头是道 还暗访了什么都不知道的米艾尔 阿丽亚为了赚钱 竟然三番五次来到府邸 她打算和伯爵大人讨论生意上的事情 顺带也问了伯爵 亲生女儿米艾尔的意见 没想到她却天真的认为 轻薄的衣服会是下个阶段的流行商品 阿丽亚听后笑的发抖 看来这个点子是谁都会觉得好笑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父亲转而询问阿丽亚 幻想着自己聪明的养女 能给自己想要的答案 可这一次阿丽亚却留了一手 竟然对米艾尔的提议表示赞同 她可不想让这俩个可怜的家伙 坐享其成 莱恩和父亲因阿丽亚没上钩略带失望 阿丽亚觉得与其让他们坐享其成 还不如专心看书提升自己 这时安妮闯了进来 她想请家去看清 阿丽亚不加厮所地答应了 很快就到了庆典大人 看着安妮腐素的样子 阿丽亚慌了 急忙拿了几件精致的衣服 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女途羡慕 安妮穿好后高高兴兴地走 正当阿丽亚想安安静静地看书时 她注意到了站在身后的杰西 在一番询问下 杰西也想去参加庆典 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不好意思让阿丽亚清楚深切 谁知阿丽亚头也不回地批准 杰西有些担心 她灵机一动 提议跟阿丽亚一起去庆典 三人就这样漫步在大街上 阿丽亚回想着过去的种种 还是有些心有余悸 不过好在一切都不会再度重演 她买了俩串烤肉分给了两年 坐在喷泉的旁边听人歌唱 冬去秋来 副仇计划已经完成了铺垫 不过为了毁掉别人的人生而活 真的会幸福吗 阿丽亚不停陷入了沉思 亚斯在人群中瞧见了她 急忙上前搭话 她礼貌地寒暄着 没想到却遭到了阿丽亚的摆议 她本想装作无视 但是一旁的男人 却有着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这迫使阿丽亚不得不将对话进行下去 此时杰西和侍从也发现了 他们打算拔刀相向 亚斯的同伙突然窜出来 对着她耳语了几句 可是亚斯却将她支开 看来是想和阿丽亚多聊一会儿 于是借机询问阿丽亚的穿着 为何如此普速 言外之意就是 我送的衣服你为什么不穿 可她哪里知道 自己在最开始就认错了送礼的对象 阿丽亚也觉得她莫名其妙 想趁此机会开溜 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了爆炸声 情急之下亚斯抓着阿丽亚的手 朝着人群的反方向跑 这个女人在爆炸声中惊慌试错 一个陌生男人跑过来 递给了她温暖的手掌 不对这感觉让她心跳加快 这是她从未如此失控的心底 亚斯拉着阿丽亚的手 向人群反方向跑去 阿丽亚在爆炸的光芒中一激 人们的悲鸣中感受到了温暖的手掌 他认为这个手掌就像她的救赎一般 紧紧地连接着他们 他们俩跑得气喘吁吁 当阿丽亚反应过来时 便猛地甩开了亚斯的手掌 他心里觉得有些零 觉得他最近总是一慌张就会失去理智 认为将这种男人的手 当成救星的手 是件十分荒唐的事情 亚斯有些尴尬的安慰她 他将刚刚庆典别人给她的手掌 递给了阿丽亚 问她需不需要擦一擦 阿丽亚拒绝了 心想这个人是不是想看她出丑啊 她缓过神来发现自己跑得挺远 询问这是哪里 亚斯明媚的笑容对她说 只是带着她跑了出来 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她将手掌放在了她的手上 阿丽亚真的很抓狂 觉得自己的不理智真的令她太失败了 怎么可以在混乱的时候给这种人机会 她左股右盼了一下 发现这里无论怎么看 都是她不熟悉的地方 她突然害怕起来 是不是跑到城市外围来了呀 她想赶紧回去 在她坚持不下去之前 随着她准备离开的脚步声 亚斯问她要去哪 她表示了她想回去 却也无奈找不到回去的路 亚斯提议去那边看看 因为那边夜空比较明亮 阿丽亚有些窘迫地停下了脚步 随着她一同走去 亚斯有些玩味地问她需不需要背她 她被惊到了 大喊一声什么 她确实很累 但是她很坚定 就算很累也不想欠她的人体 她脱下高跟鞋肩步走去 亚斯随后笑着 觉得她这样比被她背着要强吗 阿丽亚鼓着气 亚斯紧跟气候 告诉她或许自己是对她有用的人了 阿丽亚否定 嘲讽说这种情况下 想树立一个好形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亚斯告诉她 她对自己并不了解 阿丽亚认为他们都是一个样子 亚斯否定了她 认为她对阿丽亚小姐是非常了解的 阿丽亚认为她是听了她的传闻 但是亚斯却说了不一样的话 阿丽亚急了 转过去恶狠狠地盯着她 但亚斯却用十分深情的眼神望着她 阿丽亚心跳突然加速 她开始觉得自己每次都对上这双眼睛 就无法转移视线 好像看到了美丽的蓝色 神秘又温柔 亚斯趁着她走神的时凑近她的耳朵 告诉她不久后就知道她是谁了 等她对自己的亲近相怀 并肯定地说不久之后他们就会见面 随后侍卫们找到了阿丽亚 一通慰问之后 告诉她庆典快结束了 阿丽亚觉得一切都太不真实 刚才发生了好似像一场梦 随后跟着侍卫们回到了庆典 回去后 侍女们告诉阿丽亚爆炸的云音 他们在那里讨论着 而阿丽亚却还在想着刚刚那个男孩 推测她是乡下来的贵族 想着想着心里十分气负 侍女打断了她 将刚才听到关于米埃尔小姐的事告诉她 听说是米埃尔给弗雷德里克家小姐写信 内容是关于奥斯卡公子 这个女人身是实在悲惨 只能去服侍贵族还债 不但债务丝毫没有减少 腹中的胎儿也因为劳累流失了 一位贵族发现了这个悲惨的女人 因为眼熟 将她身为了自己的专属侍女 但即使她被正式雇佣成为高级侍女 但这个贵族夫人 却因生育失血过多离开了人世 这个女人不得不担上 抚养这个女孩的责任 小女孩长大了 长成了一个甜美可人的女孩 女孩去拜访弗雷德里克小姐 小姐盛情地款待了她 女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奥斯卡 她的未婚夫 但弗雷德里克小姐 想要单独和女孩多待一会儿 就让奥斯卡晚些回来 女孩听后绽放出甜美的笑容 弗雷德里克小姐夸赞着女孩 告诉她奥斯卡虽平常对自己言听计论 但自己也不会希望她的对象 对她有什么负担 随后夸赞着女孩真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但女孩露出了哭脸 告诉小姐平时很难与奥斯卡先生见面 内疚着自己的能力不够 无法给丈夫帮上忙 弗雷德里克小姐安慰她不必担心 她一定是会和奥斯卡订婚的 她自己也这么希望 女孩再次绽放出甜美的笑容 喜悦控制不住地挂在脸上 能得到弗雷德里克小姐的认可 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因为她现在是皇太妃的第一人选 如果能跟她成为家人 就不会有人欺负女孩了 不久后奥斯卡回来了 奥斯卡有些诧异 且心虚地望着弗雷德里克小姐 女孩赶紧迎合着奥斯卡 对她嘘航问问 但是奥斯卡似乎对她这些举动有些反感 弗雷德里克小姐在旁边嘀咕 表示她们都是要一辈子的人了 可是奥斯卡有些无女的 回道到她还没有订婚呢 小姐笑到虽然女孩还没有成年 但是奥斯卡的性子也不应该那么死 女孩听后心里瞬间炸开了花 开始幻想着进入贵族生活的美好日子 没有任何人敢欺负她 没有任何的人生污点 几年后成为这里的一人 已经是理所当然了 弗雷德里克小姐和奥斯卡随后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 小姐不停地叮嘱奥斯卡 要和女孩多多亲近 就算自己成为了皇太子妃 也要和其他强有力的贵族多多亲近 奥斯卡还是有所顾忌 弗雷德里克小姐觉得不对劲 说出了那个传闻 奥斯卡和妻女的女儿有密切来往 奥斯卡听后错误 弗雷德里克小姐看出了什么 给了奥斯卡一个毫不留情的巴掌 还对她一番冷嘲热认 奥斯卡急急忙忙地想解释什么 弗雷德里克小姐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告诉她乖乖地听话 便暗示她以后 不会再有自己的决定权 奥斯卡觉得很委屈 明明她不是传闻中的那样 几天后阿丽亚收到了奥斯卡的内心 侍女们都在夸奥斯卡 对阿丽亚小姐真用心 阿丽亚谦虚地接过信息 实在内心也炸开了花 又是侍女的一段恶运风筝 可这是阿丽亚的表情却放下了 原来是信中奥斯卡告诉她 以后无法通信的坏消息 这一封看似普通的告别戏 却关乎着这个女人今后的生活 她整个人心态都崩溃了 身边的侍女像是一团热锅上的蚂蚁 这个女人心里 一遍又一遍忧愿地重复着奥斯卡的名字 不一会 一个侍女冲进了她的房间 告诉她楼下的妹妹也收到了来信 而妹妹的来信却和自己的截然不同 信中奥斯卡 写了一些冒着粉红泡泡般的情话 他们都不敢相信 这是奥斯卡写出来的话 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小姐带笔喜的 女人恍然大悟了 她一直觉得 只要抓住奥斯卡就能解决一切 完全取决于这个小姐 就算奥斯卡还是肯定给这个女人写信 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什么 女人跪坐在地上绝望地哭了 随后在饭桌上 这个女人看到妹妹头上 闪闪发光的头饰 露出了极度的神情 心里满是对她的仇恨 妹妹在跟客人寒暄着 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这个女人心里痒疾了 心想着把妹妹的脖子扭断然后逃跑 客人正对着妹妹说着税收的事 妹妹单纯地想要通过简单的人脉关系解决 这个女人在旁边讽刺道 没有莱恩先生家里就什么都做不到 随后女人为他们提出了 在首都附近建一个仓库的建议 这样有需要时把东西运进去就可以了 税收也随之大大减少 莱恩先生听后感觉十分震惊 他们恍然大悟 觉得这个建议十分有用 妹妹听后貌似感到有些慌张 立马提出了不妥之处 但是女人又立即反驳了 妹妹在惊叹着皮草睡得昂贡 而旁边的侍卫对妹妹鳄鱼奉承道 不是她预言了皮草会流血 女人在心里默念 即使自己能知道未来也没有办法 她也只不过是 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小姐 重要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什么都无法改变 她非扑到床上 露出悲伤又无助的保险 因为就算她 请求奥斯卡不要停止信件来往 也什么都无法改变 就算今天压了妹妹一头也没有什么用 她就只能这样 害怕脖子被砍掉而彻夜难眠吗 她的人生就只能这样止步不前吗 这个女人打扮了花枝招展 打算去见为婚夫的姐姐 在父亲的叮嘱下坐上了马车离去 安妮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她冷笑一声 骂骂咧咧地向阿丽亚禀报此事 没想到阿丽亚完全不感冒 而且面容憔悴极了 毕竟昨晚还为了奥斯卡的事情哭泣 当阿丽亚问起米艾尔的穿着打败时 安妮指出全是艾西斯送来的服饰 阿丽亚叹了口气 今天是艾西斯的生日 米艾尔等贵族人士受邀参加 这也决定着艾西斯今后的地位 而自己则会再次挣扎地死去 想到这里阿丽亚只觉得回天法术 找了个借口后昏昏入睡了 安妮跟杰西面面相许 对自家小姐的健康状况担心不如 米艾尔则是来到艾西斯的生日现场 坐在派对主人的身边混得风生水起 无数的贵族小姐前来向艾西斯搭话 米艾尔见状心生一计 借用父亲将话题带向了自己 两人相谈甚欢 奥斯卡却在众人的眼光中姗姗矮齿 她礼貌地请着爱 帅气的模样看得米艾尔眼睛都直了 在简单的寒暄后 米艾尔认为 奥斯卡的心也逐渐回归正轨 艾西斯借机会撮合起来 虽然结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米艾尔还是害羞了 正在这时 管家急匆匆地前来禀方 没想到皇太子突然登门拜访 众人听后大吃一惊 随即就表现出该有的姿态 纷纷认为皇太子和艾西斯的婚姻 是理所当然的 米艾尔还天真的认为 皇太子真的前来祝福艾西斯生日快乐 只有奥斯卡觉得事情不最近 因为姐姐今天的所作所为 完全是在向皇族施压 皇太子来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艾西斯也有些恼羞成 不知道这个男人究竟想做些什么 但是碍于脸面 只能毕恭毕敬地向他行李 没想到亚斯根本不当一回事 匆匆地打完招呼以后 就直直地朝着艾西斯身边的米艾尔看去 一直以来他都将阿利亚托当成米艾尔 现在看着眼前的女儿 竟然比印象中矮了不少 米艾尔有些不知所措 他完全搞不明白眼前的形势 艾西斯也猛逼了 皇太子竟然来到自己的生日宴会找米艾尔 若非米艾尔私下和他有交情 正当亚斯洋洋得意地宣布自己的身份时 米艾尔疑惑地抬起了头 亚斯则睁大了双眼 站在眼前的女人 竟然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对象 她的内心是崩溃的 那么自己的心上来 现在究竟身在何方呢 这个女人太坏了 一边伪装出一副温柔的善意样子 一边又在背后嘀咕抱怨 在皇太子走后 米艾尔瞬间就腿软了 幸亏有奥斯卡在旁边扶着他 艾西斯连忙追问米艾尔 询问米艾尔和皇太子殿下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米艾尔表示 自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是第一次见到殿下 并且也不知道 那句真正的小姐指的是什么 看到还在不断抽气的米艾尔 艾西斯感到很是同情 表现得很心疼这个孩子 于是艾西斯让奥斯卡带米艾尔去休息 但是在米艾尔离开后 但是另一方面 他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奥斯卡就喜欢关注楚楚可怜的人 如果能借这个机会 奥斯卡可以对米艾尔上心的话 那么也算是一件好事 在照顾完米艾尔的情绪之后 艾西斯开始缓解 刚刚皇太子带来的尴尬 对在场的宾客笑脸相迎 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 大家都表示不愧是未来的皇太子妃 行为举止都表现得很善解人意 暗地里艾西斯派手下去打听 米艾尔跟皇太子之间的关系 艾西斯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有什么事情好像脱离了掌控 另一边 阿里亚吃着仆人准备的美味甜点 心中也在不断劝自己想开一点 到了晚上 阿里亚看到奥斯卡送米艾尔回来 米艾尔的父亲 责怪奥斯卡 送米艾尔回来的时间太晚了 而奥斯卡表示在宴会上发生一点意外 之后米艾尔就睡着了 就没远心叫醒他 伯爵也不再追究 只是给奥斯卡强调了一下 表示他们还是未成年 并且还没有结婚 奥斯卡原本打算告别离开了 但是没想到伯爵留他在这里住一晚上 阿里亚没想到 奥斯卡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阿里亚意外自己 早就已经整理好了情绪 但是没想到一见到奥斯卡 内心还是会很难过 深夜阿里亚睡不着 于是走出房门在外面随便走走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奥斯卡 正准备打招呼的时候 奥斯卡转身进了房间 阿里亚觉得自己 不能放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于是就动用了沙漏 这一回他喊住了奥斯卡 哭着对奥斯卡说 希望奥斯卡不要抛弃自己 阿里亚把头埋进了奥斯卡的胸前 嘴中喃喃自语着 还伴随着抽气声 但是奥斯卡 似乎并没有要回报阿里亚的意思 奥斯卡终究会不会答应阿里亚呢 第二天早上醒来 阿里亚不愿接受 昨晚自己做的那些举动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昨晚居然对奥斯卡说出了那些话 而且靠在奥斯卡身上 然而昨晚奥斯卡也对阿里亚表示了同情 毕竟他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宅地 却没有一个信赖的人 奥斯卡在阿里亚睡着之后 才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他希望阿里亚不要担心 他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他 如果他能够成为米埃尔的丈夫的话 那么他们就能成为一家人 米埃尔也不能再随便欺负他 他也希望有一天 阿里亚能够知道他的心意 但是对于现在的阿里亚来说 内心更多的是痛苦 为自己苦苦纠缠奥斯卡感到羞愧 但是就在这时 阿里亚听到了米埃尔 似乎又把朋友喊来训练 阿里亚的仆人过来 他一脸激动地表示 米埃尔和奥斯卡一起回来的那一天 眼睛很准 因为那一天皇太子出现 并且质问了米埃尔 此外 从之前在这里工作过的仆人那里听到 米埃尔拿到的领语 是艾西斯的侍女准备的 这时候阿里亚才知道 原来奥斯卡什么都没有 这一切都是艾西斯做出来的 得知真相的阿里亚突然有了精神 身体也突然间长高了 阿里亚高高兴兴出门 正好遇上了米埃尔和他的朋友 米埃尔表示很久没有见到阿里亚 他一边笑着一边表示 阿里亚根本不泄理 米埃尔的冷嘲热 表示今天自己就想要出去吹水风 还想买一些衣服 阿里亚笑着对在座的女孩这么说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个子突然变高了 说着还盼向米埃尔 有些人就算年纪大 但是身高还像小孩子一样 这样的生长速度真令人限了 米埃尔没有表现出什么 但是心里却十分讨厌阿里亚 在路上阿里亚思考 知道用沙漏会导致身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用完沙漏最后 身体总会突然成长 阿里亚意识到 也许逆转时间也是在用生命交换 于是决定少用沙漏 阿里亚在买衣服的时候 不但为自己买了衣服 还为身边的两位仆人也买了 之后他们前往了花山咖啡店 其中一位仆人安妮表示 自己一直很想来 但是这里只有贵妲才能进 之后 阿里亚让仆人杰西为她买了一份报纸 关注了一下 之前帮助过的卖道人员的生活状态 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 上面写着 抢走的贵族客户的主 是外国高等贵妲 阿里亚突然认识她 自己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消息 她拿着沙漏准备去赌场赚钱 这时楼下一个男人看到了她 这个男人是谁呢 突然被陌生男人送花 并且这个男人还很帅 会是什么感觉 尴尬还是慌乱 喜悦还是厌恶 阿里亚坐在咖啡厅 听安妮说自己哥哥的声音 觉得也许能帮到自己 决定以后带安妮去赌场 这时来了一个带着鲜花的男人 阿里亚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天救自己的亚斯 两人其实没有什么交集 不过亚斯却显得很自来数 此时侍女偷偷告诉阿里亚 亚斯刚刚就在楼下面站了很久 一直看着他们这边 于是阿里亚决定和这个不明身份的男人 好好聊一聊 看看亚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 亚斯却打着谜语告诉阿里亚 只是碰巧玉见了 还顺便把手里的玉金香送给了阿里亚 阿里亚却毫不留情 直言自己曾经收到过这种玉金香 这种花因为是皇家特别配 所以只在皇家附近的花店有的卖 皇家离这里的路程可不如 这个碰巧玉见未免也太碰巧了 亚斯却没有被阿里亚不客气的话呛到 还是笑眯眯地说 自己只是半路看见阿里亚小姐了 就赶忙买了一束花跟过来 不过没想到阿里亚小姐 还记得自己上次送的花 阿里亚一时雨色 上次送花的明明是莱恩 和亚斯有什么关系 而且自己这么说话亚斯居然还做得住 该不会沉迷于自己的美貌无法自拔了吧 亚斯突然转移话题 自己来的目的其实对劳斯特伯爵皮草顾问感兴趣 阿里亚大吃一惊 这个事情劳斯特肯定不会泄露 难道说是莱恩那个大嘴的到处乱说 阿里亚内心把莱恩骂了八百遍 亚斯却转移了话题 因为听闻阿里亚很通误 所以想邀请他参加一个聚会 聚会探讨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的东西 阿里亚却觉得不合适 这个男人跟自己并不死 平白无故邀请自己去参加聚会 而且这个的聚会还全是男人 阿里亚问亚斯 难道不怕自己的名誉受损吗 亚斯告诉阿里亚 这次的聚会只是为了讨论学术 他很期待阿里亚展示自己的学识 虽然男士居多 但是绝对不会乱嚼舌根 因为那些没素质的人 根本不够资格参加聚会 阿里亚有些行动 在这样一个封建男权社会 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去参加这样的聚会 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可眼前这个男人真的能相信吗 阿里亚回到家中 莱恩又过来了 特别殷勤地送给米埃尔一束百合花 把阿里亚看无语了 可转头莱恩却送给阿里亚一束玉金箱 还告诉阿里亚这世主人 重在庭院里面的话 阿里亚看着熟悉的玉金箱 一时间震惊住了 如果你拥有时光沙漏 会穿越回到过去吗 如果一切都可以重来 你会如何选择 事情轨迹地变化 又能重新换回心底的希望吗 阿里亚还在思考 莱恩话里面的意思 所谓的主人庭院里面的话 究竟为什么要说给自己听呢 这时却被自己的伯爵父亲打断思绪 伯爵告诉阿里亚 莱恩对自己有好感 也算是一段好姻缘 阿里亚却大为震惊 因为莱恩举止轻浮 而且前段时间还对米艾尔感兴趣 最重要的是 莱恩还是一个侍从 虽然早就感到失望 但是没想到自己的父亲 居然为了利益 真的能把女儿给卖了 此时妹妹米艾尔还火上浇油 声称阿里亚和莱恩很安排 阿里亚却转头说道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米艾尔装容作响说 难道阿里亚姐姐忘了吗 自己已经有奥斯卡了 阿里亚却继续抢她 奥斯卡都不知道 多久没出现了 连送礼物都是女仆带寄过来的 看着俩个女儿唇枪舌战 伯爵父亲也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连忙打圆场说 看来阿里亚还没有想结婚的意思 一顿饭在硝烟中结束 莱恩走后 阿里亚刚想休息 却没想到莱恩折返了回来 给了阿里亚一封信 并说自己的主人 一定要阿里亚看 阿里亚打开 居然是亚斯写的 莱恩问阿里亚可不可以答应主人 阿里亚此时才明白过来 原来对自己感兴趣的并不是莱恩 而是莱恩的主人亚斯 可阿里亚却有一点不明白 那为什么之前 给米埃尔送那么多礼物 莱恩尴尬一笑声称 是认错人了 希望阿里亚不要往心里去 虽说现在已经弄明白了 但是阿里亚却更加不好做出决斗了 首先他并不知道亚斯的身份 其次亚斯应该不会看上自己 因为自己很愚笨 莱恩却大吃一惊 不明白阿里亚为什么会这么自卑 从她的角度看来 阿里亚小姐非常的聪明 阿里亚内心低谷 那是因为有沙漏的缘故 不过阿里亚还是答应了会去聚谷 贵族小姐们聚在一起 询问阿里亚恋爱经验从哪里来的 轻松促成沙拉跟侯爵在一起 阿里亚只好说自己以前是个比喻 很清楚这些恋爱技巧 心里却知道沙拉跟侯爵在一起 是早就注定的 自己不过就是推不住蓝霸了 阿里亚此时有些迷茫 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居然这么没有自信啊 前世的那些标签近身用沙漏去除 但摇摇欲坠的内心究竟何时才会倒塌 一堆人正在吵架时 如何做最聪明的选择 是吃瓜看热闹 还是提出最合理的劝嫁建议 是你们正在商量着 阿里亚出席聚会该穿哪件衣服才好 阿里亚却突然提出要他们做陪同的事 安妮又开心又激怒 同时阿里亚决定招收新的事 尼埃尔却在此时送来了间谍贝利 阿里亚只能收下 回想起贝利前世在自己身边挑拨离间 阿里亚心里很是不爽 一次又一次让贝利给自己端茶 不是说烫就是凉 不是说洒了就是太满了 还嘱咐安妮好好教育这位新士 阿里亚准时赴约亚斯的距离 一进门果然看到了不少贵族 大家都互相客气地介绍 阿里亚直言叫自己的名字就行 众人坐在一起探讨赌场运营的问题 虽然亚斯说话很自然 但众人对他的态度十分尊敬 阿里亚不由猜测起亚斯的身份 有人提出赌场被限制难以管 再加上不再用于娱乐 那就应该关闭 可大部分极端派贵族却吃反对意见 首先 赌场的税金是一个很有油水的东西 其次因为别国十分觊觎这个生意 皇太子又在亲自管理 赌场是拉拢贵族的有效方式 最后如果把赌场一次性关闭 抓得越紧反而会使得欺凡 非法的赌博就会滋生 贫富差距变大 莱恩提出可以限制金额运营 可那样的话 靠什么限制贵族是否如实报告了自己的资产 也是一个大问题 争论陷入了白热化 在一旁没有出生的阿里亚却突然提出 赌场倒闭是趋势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贵族 众人却突然反对 表示这样会损害皇太子的生意 众人会责怪殿下管理不力 阿里亚很是惊奇 贵族派不是一项和皇太子的对方 阿里亚告诉众人 虽然从经济的短期收益来看 赌场可以盈利 但是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和经济项路 管理资金和人力资源也会出现漏洞 与其在这种时候优柔寡断 不如直接把赌场移交给他人管辖 百姓们反而会因为殿下的阴影不断 称赞殿下的决定是正确的 最主要的是 贵族派对于皇室本来就是滋生的恶毒 把这个看似是个香波波的赌场给他们 表面看似皇族在讨好贵族 实则是在削弱不是两全其美吗 众人被阿里亚的智慧所折服 可激进派依旧提出 阿里亚为什么一定确定赌场会倒闭 此时亚斯突然站出来 采取了阿里亚的建议 众人不再说话会议也为之解释 亚斯单独留下阿里亚夸赞他 阿里亚却说 不要再想蒙混过关了 这位亚斯先生 你究竟是谁 眼前的男人既熟悉又陌生 不知俊俏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怎么样的内心 阿里亚越是猜不透 亚斯就越是对他着迷 而亚斯也发现了这一点 于是对自己的身份百般隐瞒 但又话锋一转 觉得自己 想要认识阿里亚的心过于迫切 生怕过犹不及 阿里亚有些无语 此人不像是被自己的外表吸引 亚斯沉吟一会 认为阿里亚对当下流行趋势 有着独到的见解 而且此次聚会邀请他 也全都是这样的人 这家伙是知识分子收藏家吗 阿里亚忍不住吐槽的 于是继续追问亚斯的真实身份 看着阿里亚美丽的命名 亚斯深知就算现在说出黄太子的身份 也不会对阿里亚产生任何帮助 于是深深低下头 请求阿里亚再给他些时间 现在的亚斯还是个被阿里亚的聪明才智 吸引了神秘支持者 听到这番动人的言论 阿里亚的脸煞食之间红了起来 他变得不能直视亚斯的面容 蔚蓝色的眼眸温柔清澈 主导权渐渐地被亚斯夺走 为了掩饰失态 阿里亚把头转了过去 直觉告诉他 这个男人并无恶意 虽然每次都打算刨根问题 但都敌不过亚斯优雅的辉决 事到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 阿里亚转身走上台阶 那小姐是如何想我的了 面对亚斯的询问 阿里亚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认为亚斯应该是黄太子殿下 可是和宫女并婚的人又怎会乱跑 还没等阿里亚说完 亚斯就从最后凑了上来 想要好好夸赞一下这位年轻的小姐 阿里亚连忙用帽子将脸折磨 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亚斯只是一位他不认识的贵族 听到这话亚斯好像松了口气 他邀请阿里亚 下次再来参加这样的巨鬼 阿里亚虽然嘴上说着考虑考虑 心里却暗暗地下了决定 回到府邸 米埃尔看着一大朋友惊醒 断定是莱恩送给阿里亚了 于是和父亲武断地认为 莱恩看上了家里的阿里亚 甚至还询问其母亲的见语 阿里亚见状 立马借仓库的事情将话题扯远了 看着米埃尔一副得意痒痒的样子 阿里亚明白事不宜迟 他决定开拓自己的道路 几天后他衣着华丽 跟安妮现身赌场 阿里亚要了杯葡萄酒 在二楼观摩了好一回 于是决定下楼试水 他凭着沙漏一直连营数天 这让看客坐不住了 在得到周围人夸奖的同时 身旁的沙漏也在一次一次地翻转 但是副作用也相继而来 阿里亚又该如何应对 如果你拥有一个可以逆转时光的沙漏 会用他干什么 阿里亚在赌场利用沙漏 让他赚得盆满锅满 此刻的他满是疲惫 连营的行为也遭到了红眼 他每次都赢一把就匆匆离场 今天却遭到了其他人的围追赌戒 许多赌鬼都希望能从 阿里亚口中得知意义 关于赌博的要领 危机时刻安妮和阿里亚 只得分头逃跑 随着众人追赶的脚步越来越近 眼看阿里亚就要被捉住 正在此时 一个戴着金色狮子面具的男人出现 他将阿里亚带进了一个包间内 敏锐的阿里亚察觉出了一样 听声音竟然有些熟悉的感觉 亚斯见自己的伪装将要被试破 他立马被过身打个圆场 赌徒们闻声经过了房间 阿里亚大气都不敢传 正当他打算出门就走失 亚斯叫住了他 他认为外面还是存在着安全隐患 于是将阿里亚继续留在了房间内 亚斯推开门让侍从把赌徒们全部赶走 自己则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询问起阿里亚赌博的秘诀 彬彬有礼的态度让阿里亚觉得舒服 他能感觉到狮子面具男毫无恶意 有的只是作为看客应有的好奇 好像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人 阿里亚不急不慢地编着谎言 声称自己只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亚斯呆住了 正在此时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看来赌徒们已经顺利地被赶跑了 亚斯有些无语 谁让你办事那么立法的呀 侍从却是个直男 竟然说了声谢谢 此时没有理由再将阿里亚留下 亚斯只得礼貌地送他出去 随后他脱下面罩和侍从 商量着接下来的计划 看来他先前设置的陷阱 谎称自己经营赌场被打压力 希望让比格子爵买下自己经营的赌场 没想到那么快就上钩了 亚斯进一步打算 让贵族更加大胆地使用赌场 然后再将赌场关闭 那时的赌场已经不是皇太子所有了 贵族的内讧的闹剧一定非常精彩 利用人类对于财富无节制的贪忍 皇太子决定借此事好好整治一番 只是东窗事发后 朗斯特家族利用海关仓库的税务问题 将很难处理 目前的法律也无法限制 也不知道是哪个无名小族 提出来的建议 看着眼前的维卡指桑骂怀的样子 亚斯敢怒不敢言 只能将他轰了出去 自己则独自一人发呆 再次想起阿丽亚的面庞 迷人的少女 你将带我走向何方 与此同时 阿丽亚回到府邸卸妆 既然钱赚够了 那就没有回到赌场的理由 于是他吩咐安妮将自己的哥哥带来 开始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这个男人叫安德鲁 他是被自己妹妹叫来帮忙的 面对阿丽亚的请求 安德鲁有些猛逼 因为他的任务竟然是买糖 有多少买多少 阿丽亚的目的就是将糖猛断 毕竟糖是贵族的奢侈品之一 抢占市场先机 一定能得到无尽的财富 阿丽亚参加了贵族小姐们的茶会 小姐们对近况议论纷纷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猛 阿丽亚心知肚明 这些没有领地的小家族 无法发展贸易 所以只能来巴结伯爵 从那些以贵族派为后裤 发起垄断交易的小家族开始攻击 阿丽亚心里也不人选 但转念一想 贵族派是不可能对自己发动攻击的 那只有太子党了 难道是太子党利用了外国人 想到这里阿丽亚就脑袋大 因为一旦牵连其中 那就很难正脱开来 阿丽亚越显越难以自拔 以至于莎拉的呼唤都听不到了 她瞬间吓得一激烈 莎拉见阿丽亚困苦的神情 觉得她是在为自己的父亲担忧 于是紧紧握住了她的双手 看着莎拉真挚的样子 阿丽亚只能配合她 装出一副可怜的表情 要知道就算罗斯特家族垮了 剩下的财产也够吃三蛋了 莎拉敲咪咪地告诉阿丽亚 自己竟然被侯爵表白了 还顺势邀请阿丽亚吃饭 要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自己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阿丽亚高兴极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阿丽亚照常参加亚斯的小型巨回 不出所料的是 会议的内容 全是在讨论抢走客户的贵族 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 这些人貌似全在 为针对了贵族派而显得格外的高兴 阿丽亚有些懵圈 要知道在座的不少数人都是贵族啊 难道在座的贵族都有受虐心理吗 正当阿丽亚喝水皆可时 莱恩忽然来了一句 比格子绝满了皇太子的赌场 这让阿丽亚大吃一惊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盯着她看 亚斯镇定自若地端向着阿丽亚 女人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 又凭什么觉得皇太子不会卖掉赌场 阿丽亚回想起先前的经营 那是皇太子因为经营赌场不佳 导致赌场关闭 被民众骂得狗血领头 当然这些东西阿丽亚怎么可能说出口 于是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亚斯接着说 假设我是皇太子 只是短暂地管理了一下赌场 之后又见他卖给了合适的人选 那结果不就不一样了吗 阿丽亚细细琢磨 瞬间明白了太子党的用力 不过以太子的用力 做出那样的决断和指示 会不会有些牵强 阿丽亚的若有所思地走上楼去 却被身后的亚斯叫住 目光地交汇后 又是对阿丽亚不禁地赞美 最近敞开心扉的交流 也让他舒服了起来 要是奥斯卡也能这样就好了 福底内米埃尔盛装打扮 他已经做好迎接公民的准备 马车朝着前方缓缓而行 街边的群众议论纷纷 到处都讨论着 彼得自觉收购赌场的消息 坐在车上的艾西斯气氛不已 与低价收购赌场相比 利用赌场继续打压皇太子才是上策 究竟是哪个无名小族出的搜主 贵族派竟然被反将了一军 米埃尔在府邸攻后多时 对于艾西斯的到来满心欢喜 短暂的寒暄过后 艾西斯将上等的红茶当作礼物 两人趁着午后的阳光 坐在庭院里闲聊起来 艾西斯注意到了米埃尔胸前的雄真 竟然跟奥斯卡的一模一样 米埃尔听了掩不住的高血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老谋深算的艾西斯 早就料到奥斯卡的那位雄真 是阿利亚送的 于是派人定做了一款 一模一样的送给米埃尔 米埃尔是个很好的演员 他在知道不是奥斯卡送的情况下 竟然能装枪做事到如此地位 这才是一个贵族小姐该有的样子 迎合地位高的人 压榨下贱的庶民 做到能屈能伸 相反劳斯特伯爵就显得很随性 竟然让一个妓女嫁入豪门 艾西斯暗暗偷骂了劳斯特伯爵 随后转移话题 希望见见阿利亚 看看这个恶毒的女人 究竟长着何等的面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阿利亚一出场 散发出的光芒 竟然让艾西斯睁不开眼睛 在短暂的行礼后 阿利亚坐在了艾西斯的对面 要把面前的鸡娃娃吞掉一样 阿利亚有些埋怨安妮 竟然没将艾西斯要来的消息告诉她 不过接下来只要不被抓住把柄 就能回屋睡觉 不出所料的是 艾西斯开始询问阿利亚茶的味道 想要借机羞辱她 没想到阿利亚不但准确说出了茶的口感 还说出了茶的名字 艾西斯有些难堪 于是就让阿利亚回房去了 幸亏利用了沙漏 否则就会遭到两位恶女的无情嘲笑 经过这件事情 阿利亚清楚地明白 艾西斯对她来说就是个危险的存在 安妮急匆匆地跑来道歉 顺带将哥哥的消息带给了阿利亚 看着信中的内容就知道 糖已经被抬高了几十倍的价格 贵族之间的矛盾开始腾出不穷 餐桌上的米埃尔对眼前的甜点完全不适应 劳斯特也明白 没有糖的食物是不会好吃的 奈何糖的心运输伤 竟然被太子卡在了海关 听着劳斯特的怨声在道 阿利亚换位思考了一下 自己要是太子 也不可能体谅这些贪婪的贵女 另一边由于糖庄将糖垄断 无数的贵族争先恐后地来买糖 他们以三十倍乃至四十倍的价 将糖买了回去 贵族间的矛盾开始激化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打响了 现在的糖被垄断后 是原价的三十倍 安妮有些不知所措 要是小姐自己卖那岂不是赚得更多 阿利亚却不这么想 她的目的仅仅只是让贵族为糖打的头破血流 而不是从中获取高昂的利润 安妮有些懵圈 阿利亚却突然叫住了躲在一旁的贝里 生气地质问她为什么到现在都调节不好茶的温度 而且取其饼干的味道为什么没有甜味 贝里刚想告诉阿利亚 现在糖的药价高昂 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安妮也在一旁伸风点火 不过她的话却提醒了阿利亚 过去的她嫌弃食物难吃 会去买些香油来当替代品 香甜的气味可以使人感到舒服 正当她细细琢磨时 猛然想起还没折磨过贝里 于是继续吩咐她做别的事去 阿利亚翻书查看 原来先前在波崩男爵的店里买了香油 虽然香甜奈何店主没有资金扩充能力 所以在香油流行后 就被贵族们迅速比不下去 那就决定选你吧 阿利亚打算给她一次机会 一段时间后 波崩男爵收到了阿利亚的来信 上面只要求得到收益的30% 就好像知道香油一定会大卖赢 不过署名竟然是投资者 几周后 阿利亚收到了波崩男爵寄来的礼物 信中对她的先见之名表达了感谢 还附赠一条克拉巴特 这是送给男人才用的礼物 阿利亚若有所思 看来波崩男爵将自己当成了男性 可是自己的身份又不能被人熟知 冥思片刻后 她当即派安妮准备马车 去服装店购物了一番 新装上身 帅气的阿利亚一进波崩香油店 就指明道姓要求见老板 波崩与阿利亚面对面的坐着 瞬间就被眼前的美女迷得神魂颠倒 神经大条的她 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 就这么会面了 阿利亚有些无语 当她将自己身份告诉波崩时 波崩扇了扇自己的耳光 自己竟然会对位成年少女动心 真是丑态百出 阿利亚继续向波崩询问商品发展的前景 没想到她竟然想以惠名的价格来销售 想让普通的民众 也能享受到贵族的相迎 阿利亚微微一笑 看来自己没有投错人 不过对于初次见面的美女 就说这样的话 波崩听后脸瞬间红了一片 于是将自己无条件信任阿利亚 还有身后那位匿名投资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阿利亚淡定地拿下自己的克拉巴特 若无其事地戴在波崩的脖子上 当她看清克拉巴特的样子时 瞬间明白原来神秘的投资人 就是眼前的阿利亚 这个男人有些惊慌失措 因为他将自己的幕后老板 错荡成了男人 看着自己送给阿利亚的礼物 被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波崩男爵惊讶不已 原来阿利亚就是神秘的投资人 他慌忙地追了出去 为自己的势力感到抱歉 正巧安妮站在走廊等候着 他已经将阿利亚需要的香油全部买好了 波崩一听买这个字 整个人瞬间五雷轰笔 投资人居然要买 就算直接拿都不过分 于是立马叫人准备了豪华的香油礼包 几乎包括了店内所有的款式 作为礼物送给了阿利亚 顺带又将店内推出的新品 可以长时间保持香气的花 一束送给阿利亚 另一束送给了站在旁边的安妮 安妮显得不知所措 惊喜地接过了眼前的白色花束 阿利亚偷偷一瞥 觉得这是把安妮推销出去的好机会 于是就帮她介绍起来 波崩男爵就这样和安妮相识了 还是那些客套的夸赞 却引得安妮阵阵脸红 阿利亚在一旁调侃道 莫非波崩男爵对美女没有抵抗力 同时也小声告诉她 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定要保密 回去的路上安妮犯起了花痴 看来波崩就是那种撩人鱼无形的男人 只不过对阿利亚不适用 对情斗初开的安妮却是致命打击 看着安妮激动的样子 阿利亚觉得两人是不错的祖国 要是这种婚事达成 对于周围的侍女包括阿利亚本人来讲 只有一处没有坏处 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安妮掉波崩男 马车很快行驶到了湖底 城乡的香油没有搬进阿利亚的房间 而是放在了一楼的客厅里 阿利亚叫安妮 把这些全都分给侍女 要是香油全部用完 那就派安妮钱去购买 安妮一听激动极了 能见到心心念念的男爵 可是会成为高兴一天的事情 于是过了不久 香油所剩无几 安妮高兴地着装出门 前去波崩的商店购买香水 看到安妮的到来 波崩很是高兴 可是聊天的内容却张口闭口 都是阿利亚 这让安妮有些绝望 到了傍晚无精打采的安妮打道回府 阿利亚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向她询问聊天的内容 当阿利亚得知 安妮觉得自己颜值不如踏实 瞬间就明白了波崩的说辞 于是开始给安妮洗脑 所谓的爱情就是权衡利弊 你爱的不是波崩而是她的财产 就这样情窦初开的安妮没有了声心 脑海里只有阿利亚小姐的话语 到了晚上 米艾尔因为吃不到糖 还是对菜没有任何胃口 但阿利亚却吃得津津有味 难道调味汁的味道回来了 当她疑惑之时 竟然在女仆的身上闻到了香气 顿时明白了一切 看来整个府邸的人都将为我所用 这天莱恩登门造访 又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盒 阿利亚以为是送给自己的 没想到又是送给米艾尔 就在这时 莱恩让一位男仆 将属于阿利亚的礼物搬入房中 阿利亚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却没注意门被悄悄地关上 随后男仆摘下头头 莱恩禁视亚斯 但阿利亚没有一丝震惊 毕竟亚斯在他身边 神出鬼没是常识 由于这段时间没有聚会 两人心中的情愫更深了一步 这次亚斯不为别的 只是专程来见阿利亚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阿利亚一听小脸通 但为什么要把糖送给米艾尔呢 亚斯解释道 是因为他想跟阿利亚多待遇 阿利亚听后放心下来 亚斯一听就知道阿利亚是在妒忌米艾 见自己被拆穿 阿利亚的脸又红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利用吗 他说出的话竟然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亚斯趁机悄悄靠近 我发誓以后只会把礼物送给你一个人 随后就给赶来的莱恩叫走了 不一会杰西冲了进来 他是来给小姐送下午茶的 阿利亚顺手打开了礼盒 没想到是一套华丽的礼服 他想莫非是为了先前认错人才特意送来的吗 阿利亚开心地笑了 现在奥斯卡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看来需要另辟蹊径了 安妮将一叠信地给了阿利亚 是波东男爵请求她过目的 看着安妮激动的样子 阿利亚一语就猜中 男爵对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看来在自己的帮度下 两人发展得不错 安妮夸赞着阿利亚的远见 殊不知这都是阿利亚分析上一世信息得出的节目 想着想着亚斯的脸就浮现在他脑海里 阿利亚的脸瞬间又红了起来 第二天黄昏 阿利亚乘着马车去见莎拉 她寄来了一封信 信中邀请阿利亚与她和侯爵会面 阿利亚推开门迎接她的是侯爵大人 莎拉也冲了出来 看见阿利亚又惊又喜 于是三人一同进屋用摊 阿利亚对他们的邀请表示感谢 侯爵认为这都是理所应当的 莎拉诉说着与阿利亚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脸上浮现出幸福的笑容 她觉得能碰上一个知己真的很开心 阿利亚有些惊讶 尽管她不断地麻痹自己 这一时她就是来复仇的 莎拉就是被她利用了而已 但是眼前的幸福却令她无法忽视 阿利亚心中真诚地祝福着莎拉 阿利亚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 可是她并不想搭办 因为在这之后就是妹妹米艾尔的生日 那天宫女也会来 众人会为宫女的道来忙里忙来 在那之前 自己没必要为生日派对表现得很显眼 阿利亚的生日就这样简单地过去 除了收到那束匿名送来的郁金香 米艾尔的生日很快来临 来来往往很多人 阿利亚坐在一边 冷漠地看着表面光鲜亮丽的贵妲们 用罪恶毒的话攻击她的绅士 奥斯卡和米艾尔宫女母亲一同进入宴会 众人议论纷纷 宫女站在台前说道 米艾尔小姐成年后会和我们奥斯卡成婚 阿利亚看着奥斯卡给米艾尔带上婚 虽然说自己接近奥斯卡 本来就是为了隔应米艾尔 如今成为一张气牌 可奥斯卡坚定地选择自己 阿利亚内心再也远受不住 猛地跑了出去 阿利亚跑到窗边 自己对于奥斯卡是什么样的感情呢 没有得到一张可用的牌尔气氛吗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 就算努力了也没有办法获得吗 失落感肆一睹看不见的墙包围了阿利亚 阿利亚走到自己卧室门前 发现了一个礼盒 里面装的是自己送给奥斯卡的胸针 阿利亚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这个渣男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 一头跟米艾尔订婚 一头送过来这个胸针暗示旧情 难道是到如今还要我去理解 阿利亚猛地要把胸针扔到地上 却看到那束闪亮温柔的郁金香 阿利亚愣住了 自己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人生起码 现在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不一样 这一世自己有着资产 信仰和力量 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努力 离米艾尔展现实力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什么都不做 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自己绝不会像上一世那样放弃人生 饭桌上 众人在讨论着米艾尔的婚期事件 阿利亚把红色的玫瑰胸针带在胸前 向米艾尔展示 说胸针就在订婚那天 她的房间门口收到了 和公爵家的图案一样漂亮 米艾尔想到了原因 气得半死 阿利亚勾唇一笑 不懈地把胸针扔到了一边 米艾尔因为阿利亚的胸针很不爽 打算给宫女写信 却被侍女给拦住 之前米艾尔已经写过长信 让宫女宣布婚期 现在宫女忙于对付贵族派内论 当务之急是要另寻出路 接二连三举办茶话会 邀请的竟然都是平民夫人 阿利亚感觉到事情不正常 需要亲自去打探 阿利亚故作轻松地打断米艾尔的茶话会 询问能否一起加入 米艾尔脸色一僵 刚要拒绝 平民夫人们却不会察言观色 反而对传言中的恶女阿利亚 十分感兴趣 阿利亚顺利进入了茶话会 却意外发现这些被邀请夫人们的家族 都是最近自己投资的 看来米艾尔打断拉拢他们 夫人们谈论着自己投资者的通路 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 阿利亚尴尬一笑 听着别人这么夸奖自己 自己还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阿利亚利用香油打探 克林男爵夫人的工作 顺便夸赞了一番夫人的眼光 赢得众人的一阵负荷 米艾尔却很意外 这些夫人竟然在工作 米艾尔暗示夫人应该请长工 阿利亚却冷笑提出反对意见 夫人们为自己的丈夫减轻负担 有什么不对的吗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 夫人们就赶紧打起了圆场 虽然心里面认同了阿利亚的说法 但是也对米艾尔的建议提出复合 并说自己以后一定会不长功的 可米艾尔心里对阿利亚的不爽 达到了极致 并不打算结束争斗 而是继续表示和臭钱打交道 不是一个夫人的作风 一句话既得罪了夫人 又得罪了阿利亚 为了缓和气氛 米艾尔拿出礼物是玫瑰座的凶针 阿利亚却在心中冷笑 玫瑰花的凶针是公爵家的信物 可自己的好妹妹米艾尔还没记录夫家 就想着作威作福了 平民夫人们觉得礼物过于贵重 推托着不愿收下 米艾尔提出下一次再由自己主持茶话会 顺便带夫人们认识一些自己的朋友 夫人们却慌忙拒绝了 理由是公爵家实在不好高攀 米艾尔生气地走了 阿利亚微微一笑 顺势提议自己来举办茶话会 可夫人却在犹豫 阿利亚有些失落 就在这时 夫人们却突然邀请阿利亚 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这天莱恩跟献宝室的 拿出波东男爵的情景递给亚斯 亚斯也对这个新生的资本家 以及他们背后的猴子人充满了兴趣 决定前去打探一番 与贵族派的纷争日益白热化 那群可恶的走狗 居然因为看不惯黄太子的日益打亚 上请要把黄太子送去边疆 就连亚斯的老爸也急忙照他回去 不过亚斯微微一笑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从协商赌场的会议开始 亚斯就不再隐藏手段 这些滋生的恶宠 总要一个个慢慢铲除才好 莱恩夸赞 还是阿丽亚小姐从 当时把赌场给贵族的提议太明智了 亚斯也幻想着那个金发少女的脸 然后自己脸也慢慢的红了 随即也附和 莱恩夸奖起来 不得不说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 总能让人变得真诚坦率 莱恩提议可以使用亚斯的顺意技能 去见一面阿丽亚小姐 不过却被亚斯拒绝了 虽然他也很想念阿丽亚 可是顺意很消耗体力 不过也因为有了这份思念 工作才更加有动力 希望我们能快点见面 美丽的阿丽亚小姐 亚斯开始认真展开工作 决定同意奢侈品降价 并把心地给了中立派 不过并不是向贵族派低头 而是以退为进 毕竟突然的降价会搅乱市场秩序 中立派看到了信 不由感叹黄太子的前途未卜 眼在首都的阿丽亚 也听闻了黄太子最近的作风 许多贵族纷纷破产赌场也被查清 阿丽亚想象着贵族破产后 对劳斯特家族的影响 自己流落街头的样子 不由小脸一红 那可真是太美妙了 阿丽亚回过神 看着眼前跪在自己面前的女僕贝里 眼神低沉 这么慢的动作 恐怕自己来年才能喝到泡的茶了吧 贝利被问得瑟瑟发动 阿丽亚把慈悲扔在地上 微笑着叫贝利快速打扮干净 侍女前来传善 阿丽亚想着自己前世 被这个女僕耍得团团转 再一次感慨 自己前世真的是单纯的可爱 阿丽亚微微一笑 吩咐贝利把主的茶全喝 贝利脸色一度十分难看 阿丽亚却很幸灾乐 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的 我的第一个复仇对象 可爱的小贝利 如果你拥有超能力 会选择哪一种呢 一直以来阿丽亚都认为 只有她拥有沙漏逆转时空的能力 直到遇见这个男人 劳斯特家族饭桌上 大家在热烈讨论着中立派的行为 阿丽亚却因为这件事 猜测亚斯的真实身份 难不成是皇帝的四生子 劳斯特男爵询问阿丽亚 对于中立派有什么见解 阿丽亚却并不打算帮她 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 反而被妹妹米埃尔阴阳怪气了一分 很快迎来了新生资本家的聚会 阿丽亚受邀请参加 而与此同时 亚斯也以皮诺鲁亚的身份参加了聚会 两人就这样在会议上见面 阿丽亚大师一惊 没想到亚斯的真实身份是皮诺鲁亚 不过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阿丽亚瞪向亚斯 谁知道亚斯居然眼神多 一下子把阿丽亚搞得无语又生气 亚斯也同样很尴尬 不过两人都在互相偷偷摸摸看对方 观察着嘴角相互的变化 阿丽亚向众人大方地介绍了自己 而上次茶话会读到的见解 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 可亚斯看着阿丽亚看向别的男人 心里面打翻了醋坛子 接着亚斯微微一笑 作为是这次的新投资人 开始介绍投资项目 所有人都能来上学 阿丽亚微微一愣 虽然看似在投资 不过亚斯这种行为 是在为平民提供机会 难道是自己让他看见了希望 阿丽亚心里暗暗高兴 却被亚斯打断 并不是 因为帝国需要人才 阿丽亚表情尴尬 原来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会议结束后 阿丽亚并不打算离亚斯 亚斯像一只大狗狗一样凑过来打招 两人走在路上 阿丽亚有些失落 自己居然是在这样的场合 知道亚斯是皮诺鲁公子 亚斯确确否定了这个身份 阿丽亚有些疑过 三番五次隐藏自己 难道真的是私生子 随后亚斯将阿丽亚带到了森林里 还声称是在首都旁边 阿丽亚此刻怒火中烧 还骗我吧 这么多公里路 怎么可能走这么一小会之道 眼前这个男人明明喜欢自己 墨迹不说就算了 还总是骗自己 真是可恶极了 阿丽亚眼神黯淡了下来 亚斯将他带进了木屋 开始认真地向阿丽亚解释 自己家族特有的能力 也就是顺义 阿丽亚因为拥有时光沙漏的原因 很快明白了过来 随即说到皮诺鲁只是一个画面 自己真是身份时亚斯特罗美 也就是皇太子 什么 皇太子 阿丽亚顿时带愣住 又羞又气 与晕眩感清晰而来 暧昧对象的身份居然是皇太子 亚斯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阿丽亚 希望阿丽亚可以像以前一样对待自己 不过对于阿丽亚来说 显然难度有点大 毕竟眼前的人可是皇太子 自己之前还那样的无礼 亚斯随即安慰阿丽亚 自己并不在意阿丽亚的行为 反而觉得阿丽亚充满了魅力 阿丽亚顿时害羞 亚斯看着她 好像一只炸毛的小猫咪一样 很是可爱 因为有急事 亚斯只能在阿丽亚的手绘上落下一位 并说以后来信 阿丽亚回到家中抚摸这种 有些甜蜜和失魂落魄 没过多久亚斯的项目企划书就送过 阿丽亚不会错过和皇室的交集 很快签下了项目书 不过却为如何告诉亚斯 自己是投资人而感到苦恼 劳斯特家族其乐融融的聚餐上 母亲提到了沙拉和侯爵的定峰 炫耀了一番自己的女儿 和沙拉的好感情 尼亚尔很是惊讶 父亲劳斯特男爵 赶忙开始向阿丽亚献殷勤 不过阿丽亚却丝毫不留 反而因为父亲的鳄鱼奉承很神奇 此时收到了亚斯的信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论 阿丽亚的心情却莫名其妙地不满 可能这就是爱情的力量了 很快迎来了沙拉的定峰衣 阿丽亚特意穿着沙拉闺逆款 正装打光了一眼 美貌亮下了米尔 阿丽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 送给沙拉 姐妹俩很久未见搂在一起 十分开心 米尔却不合时宜地打断 并向沙拉介绍自己 顺便嘲讽一波阿丽亚 沙拉听到好姐妹被这样说 眼神都能刀刃了 也为阿丽亚的处境 拧影担忧 猴族大人发现了 妻子的不正常 前来安乐 沙拉羞涩地看着她 心里也有点希望 阿丽亚可以和自己一样 遇到一位人 阿丽亚跟随自己的父亲 站在宴会里 成为了众星捧月的小姐 阿丽亚的心里却没有落魂 恍如隔世的感觉 听着众人的赞扬 又是怀念又是排斥的矛盾 充斥着阿丽亚的整个身体 就在这时 亚斯突然出现了身影 打断了阿丽亚的思绪 阿丽亚赶忙地追了出去 夜色十分浓烛 阿丽亚并没有发现亚斯的身影 就在她失落之时 一件温暖的衣服 披戴了她的肩上 阿丽亚看着亚斯 披在自己身上的衣服 脸色通红 两人在庭院下甜言蜜 阿丽亚希望 亚斯可以正大光明地看自己 可亚斯这次来 是为了拉拢猴角 他却难以把持 自己的思念之心 为了不直面贵族派 只能远远地观察阿丽亚 月光洒在阿丽亚的金色长发上 亚斯一瞬间晃了神 竟觉得阿丽亚 好像镜花水月一般 亚斯在阿丽亚的额头 附上一吻 结束两人短暂的会目 就在这时一声 尖酸刻薄的喊叫出现 原来在背地里观察的公 发现两个人亲密举动 露斥着阿丽亚和亚斯的不检底 亚斯却对这个名义上的 未婚妻不恐 何况自己从心底 就没打算娶她 于是便对宫女阴阳怪气了一番 哪怕自己打光棍一辈子 也不会去宫 这话把宫女气得够情 亚斯只是微微一笑 顺便拿赌场账簿 暗示威胁了一番 聚会结束后的宫女 回到家中越想越气 皇太子是肯定不能动的了 那么阿丽亚那个 到处勾引人的小见人 势必要铲除 就在宫女一筹莫展之际 米埃尔登门拜访 宫女顺势提出要对付阿丽亚 米埃尔内心早已迫不及待 何况在家也不少给阿丽亚使伴子 现在有了宫女的支持 恶毒的想法一下子冒了出来 另一边的阿丽亚坐在沙发上 看着贝利的举动有些可能 就在这时安妮开心地跑了进来 手里拿着皮诺鲁的信 阿丽亚想起亚斯的处境 竟然和前世的自己如出一辙 也许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把两个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可扭转命运吗 安妮很高兴 自从宴会之后小姐有了这么多追求者 可呆愣的贝利却不给安妮倒茶 表得安妮很不爽 阿丽亚存在试探的心 叫安妮喝了自己的茶 安妮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却被贝利猛地打翻 安妮当即大骂起来 突然脸色煞白地倒地不起 阿丽亚猛地冲到贝利的眼前 揪起她的头发 前世母亲的死利利赞美 也是和安妮一样的症状 这个贝利也是害死自己母亲的凶手 时光沙漏在阿丽亚的手中 慢慢流转起来 时间回到了安妮还未喝茶的时候 不过这一次 阿丽亚亲手端起了这杯剧毒的茶 喝完一口后 在贝利得意有阴暗的眼神中 倒在了地上 这个侍女下毒后畏罪前逃 成功坐实了毒害小姐的传言 而阿丽亚早有准备 很快就醒了过来 米埃尔看似着急匆匆赶过来 阿丽亚顺势装出一副好姐姐的样子 暗示贝利是米埃尔送过来的 如果没送过来 今天出事的恐怕就是自己可爱的妹妹 众人看着阿丽亚柔弱的样子 内心的怜悯度蹭蹭往上涨 消息很快传得沸沸扬扬 不过却只是侍女刺杀小姐 阿丽亚觉得远远不够 吩咐安妮的好好宣扬一番 不久后听见消息的沙拉也赶过来 阿丽亚为了装病故意结识 此时在好威蜜沙拉眼中 更是柔弱到不能自理 沙拉握着阿丽亚的手 告诉阿丽亚自己永远会相信她 阿丽亚也被真挚的感情打了 真心实意地感谢沙拉 因为安妮故意地宣扬 事情被扯到了有人故意只是侍女 嫌疑最大的就是米艾尔的侍女艾玛 阿丽亚很满意事情的走向 就连前来拜访查案的骑士 都被阿丽亚装出来的柔弱样子打动 阿丽亚暗示骑士可以去询问一下米艾尔 毕竟这位妹妹和艾玛关系最好 骑士走后 阿丽亚坐在窗边看着盛开的郁金香 告诉安妮冬天可以不用总是换鲜花了 安妮却觉得奇怪 因为郁金香 每天是以阿丽亚的名义送来的 阿丽亚随即想到了亚斯 甜蜜的红韵染在了阿丽亚的脸上 此时一位不速之客赶来 竟然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卡因 不过卡因的举止却很怪异 虽然在关心阿丽亚 不过眼神却十分暧昧 让阿丽亚有些摸不着头脑 劳斯特家族骑了荣荣的饭桌上 众人讨论着阿丽亚遇刺的事情 纷纷表示关心 不过卡因却因为阿丽亚的事情 兴师动众 派遣了许多人去打探 阿丽亚想到了云游 顿时一顿恶心 还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 伯爵就因为厌倦了原配搞外孕 卡因居然对自己的妹妹 产生了那样的念头 不过阿丽亚很快冷静下来 这样也不是不行 如果让卡因站在自己这边 亲手毁掉劳斯特家族 真的是有趣极了 这个女人太恶毒了 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 居然要自己的贴身侍女去顶罪 只终究包不住火 因为费力的原因 米埃尔迫不及待地找到宫 可宫女却提出要爱马去顶罪 米埃尔轻虎难下 另一边阿丽亚得知了米埃尔消息 宫女在焦头烂额的情况下 还借鉴米埃尔 两个人在刺杀事件上肯定都有嫌疑 而哥哥卡因对于阿丽亚的迷恋 只增不减 为了制造和阿丽亚相处的时间 就连阿丽亚掉了衣服 也要亲自捡了送上去 虽然阿丽亚心里面很恶心 但还是决定好好利用一下卡因 阿丽亚约卡因一起喝茶 并表示自己成年后救出 果不其然卡因一下子激动起来 阿丽亚在顺势装出柔弱的眼睛 又表现得很相信卡因 卡因被撩拨得不能自己 当即吩咐加派人手去调查刺杀案件 阿丽亚想起前世的时候 自己这位好哥哥的所作所为 对比一下他现在这个愣头青的样子 内心既好笑又生气 夜晚阿丽亚在书房内处理投资的事情 不知道为何 就连国外的一些投资商也发来情品 希望可以加入阿丽亚的投资 再加上要处理刺杀的事情 阿丽亚已经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了 月光透过窗户印照在书桌上 阿丽亚缓缓地走到窗边 却意外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人 皇太子亚斯 亚斯看见阿丽亚后一下子跳上了窗台 将手里的郁金箱送给了阿丽亚 阿丽亚却很慌张 万一要是被别人发现了可怎么办 亚斯表达了思念 并为自己 不能正大光明地出现在阿丽亚的身边 感到愧疚 并表示如果阿丽亚愿意的话 自己可以以皇太子的身份 时刻陪伴在阿丽亚的身地 阿丽亚却退缩了 因为他的内心在动摇着 皇太子的身份 一直让阿丽亚不敢去正视 甚至让阿丽亚产生了自卑的感觉 亚斯却希望阿丽亚可以正视自己的心 并把一封信拿了出来 里面是贝利的住址 亚斯早已把贝利囚禁了起来 而现在亚斯 将这个刺杀的嫌疑案 交给阿丽亚亲自处理 阿丽亚却反问亚斯 如果自己对伤害过自己的人很残忍 亚斯深情地看向阿丽亚 不管阿丽亚做什么样的选择 自己都会相信他 阿丽亚因为亚斯的话久久不能平静 这天一个包裹岩石的神秘人找到阿丽亚 摘下头套后居然是贝利 原来早在几天前 阿丽亚拿着亚斯给的地址找到了贝利 此时的贝利因为几天的身心折磨 早已憔悴得不成人样 阿丽亚的内心丝毫没有波澜 抓住贝利的头发告诉他 自己早就已经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阿丽亚本想把这个杀人犯暴打 不过看到他恶心的样子 又嫌弃地收回了手 阿丽亚平复了一项心情 和贝利谈了一笔交易 只要贝利能供出幕后主使 就放他去国外 贝利惊恐又疑惑 并不相信阿丽亚的话 阿丽亚不懈耻笑道 如今的贝利就像是一条过街老鼠 除了同一提议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劳斯特博局府内 侍女不解地看着小姐这几天的局 准备马车和干粮 是打算去旅行吗 可是马车却很扩久 阿丽亚却说要送一个有去无回的人 安妮被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贝利如约而至寻求阿丽亚的病 阿丽亚要求 贝利在大厅当中拆穿幕后主使 可贝利却还是很犹豫 阿丽亚将马车展示给贝利看 只要说出真相 事成后立马就可以远走高飞 随后为了安抚贝利的精神 阿丽亚故意装出一副甜美温柔的样子 夸赞贝利的聪明 只是选择出现了错误 遭受了不白之冤 贝利在几天的精神折磨下 早已疲惫不堪 如今被阿丽亚这般安抚果不其然 很快上榜 众人看见贝利现身十分不拒 尼埃尔更是强烈要求 把贝利赶紧抓走 贝利却说有真正的幕后主使 阿丽亚顺势让众人放开了 贝利说出自己毒杀阿丽亚时 内心反复挣扎 阿丽亚也配合着 装出一副理解贝利的样子 众人都可怜起贝利来 随即贝利说出给自己毒药的幕后真凶 正是艾玛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众人议论纷纷 艾玛忍不住冲到贝利的面前 抓起贝利的衣领破口大骂 尼埃尔表情更是害怕极了 阿丽亚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脸上的笑容用手遮都遮不住 因为巨大的快乐 身体都忍不住抖动起来 好哥的凯因居然以为妹妹是害怕 胆忙搂住阿丽亚亲身安慰 阿丽亚虽然心里鄙 但脸上还是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 为了坐视艾玛的嫌疑 贝利甚至说出了自己私藏的毒药 可以查到购买员 就连阿丽亚也不得不佩服其他的心思证 阿丽亚替贝利求了请 给自己营造出善良小姐的标签 之后便履行诺言把贝利送上了马车 并嘱咐贝利要时常记性 不过美丽善良的阿丽亚小姐 真的会轻易放过伤害过自己的人吗 不久后 安妮吐槽贝利还真的有脸记性回来 不过阿丽亚却微微一笑 因为信的内容是贝利已经被处理掉了 很快迎来了艾玛的开庭 虽然大局已定 但阿丽亚还是决定亲自前往现场 法院审判听了 跪在地上的艾玛一言不发 由于罪行严重 除非阿丽亚亲自替艾玛求情 否则艾玛不会降罪 众人议论纷纷 觉得这位阿丽亚小姐 和传言中有很大的差别 心地善良的她应该会原谅艾玛 不过阿丽亚却坚定地拒绝了 人善被人欺 随着法官的一锤定音艾玛被判处绞刑 米艾尔终于忍受不住瘫痪在了座位上 阿丽亚看似安慰地凑到米艾尔的身边 却微笑地告诉米艾尔 自己早已知道是谁指使的 阿丽亚看着米艾尔惊恐的表情 自己的这位好妹妹 就算如同母亲一样的贴身侍女出身 也要保持形象 一句话也不说 还真是铁石心肠呢 此时座位席上的莱恩突然站起来 提出要送米艾尔去医院 顺便把小纸条偷偷给了阿丽亚 阿丽亚寻着地址出去 卡因却悄悄咪跟了一路 阿丽亚内心无语 只能装出温柔的样子和卡因说话 就在这时亚斯从后面凑到阿丽亚的里面 场面顿时尴尬起来 阿丽亚只好打了卡因 告诉他亚斯是皮诺鲁公子 卡因被成功打他走了 不过亚斯却打翻了醋坛子 立马和阿丽亚表明心意 不管阿丽亚怎么样都会相信他 并为自己之前的粗鲁行为道歉 等到阿丽亚回到家中心里暗自甜蜜 觉得亚斯吃醋的行为可爱极了 不过另一边米艾尔就没那么好受 因为爱马的死 甚至让他不理会别的女 女伯们因为米艾尔的偏见很不舒服 阿丽亚趁此机会俘获人心 又是安慰女 又是给他们送礼物 俘获了一大票粉丝 不过阿丽亚觉得还不够打击米艾尔 毕竟米艾尔还有个未婚夫呢 不过现在自己有了亚斯 第一次想那么认真对一个人 皇太子寄来的信却被卡因拦截 好在小侍女聪明堂塞了过去 阿丽亚在心里 谈算着暴露投资者的身份 顺便利用亚斯在众人面前抬起头 不过一想到要利用爱的人 阿丽亚的心里顿时不舒服 米艾尔因为爱马的事情 终于要忍不住了吗 阿丽亚回家后 极力解释着和亚斯只是朋友 还给亚斯捏造了皮诺鲁的身份 卡因却喋喋不休 始终不愿意相信 父亲更是决定给阿丽亚找未婚 把阿丽亚搞得一个头两个大 很快阿丽亚要寻找未婚妇的消息 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各家公子哥们纷纷下拜铁拜访 阿丽亚满脸逼沉 好在卡因在中间阻止 虽然目的也并不是那么单纯 莱恩登门待访 此时的劳斯特伯爵 已经未找女徐颠驳 竟然误认为莱恩是来追求阿丽亚的 把莱恩吓得够强 毕竟自己可不敢抢皇太子的老公呀 饭桌上米埃尔提出要父亲帮助公女 父亲却拒绝了 公女作为贵族派的首领 正在被皇太子打压 此时置身事外才是最好的选择 米埃尔却不甘心 自己已经和奥斯卡订婚了 父亲怎么能一点也不帮助 看着米埃尔激动的情绪 阿丽亚却漫不经心地提出 希望米埃尔不要给父亲压力 终于把米埃尔气得对她吼了出来 阿丽亚得逞一笑 随即细精附体 阴阴哭泣起来 成功赢得了大家的安慰 米埃尔气急败坏去找奥斯卡 奥斯卡只能一番劝解 表示公爵不出手相助可以理解 姐姐艾西斯有另外的计划 米埃尔在未婚夫面前 又变回温柔善良的样子 奥斯卡的内心却很挣扎 以自己对姐姐的了解 再加上未婚妻这段时间 不断和姐姐联络 很有可能毒杀阿丽亚 是两人联合的 可奥斯卡虽然内心习惯 阿丽亚却什么也不能做 因为自己的举动 关系到公爵府的村王 夜晚劳斯特家族内灯火公民 无数腐败的贵族派聚集在一起 阿丽亚好奇地想出来打谈情报 转角却又遇见了卡因 阿丽亚提出想要帮助父亲 卡因支支吾吾居然要阿丽亚去学外游 阿丽亚顿时一头雾水 第二天 母亲这急忙慌地冲到阿丽亚的房间 告诉阿丽亚宫女要嫁给外国国王 阿丽亚瞬间明白 宫女打算公开和皇太子宣战 母亲和阿丽亚商量不能被战争过几 两人决定收拾行李走 收到皇太子送的戒指是什么体验 难不成他要向他求婚吗 因为宫女打算公开和皇太子宣战 阿丽亚母亲打算去国外 并劝解阿丽亚不必讲情 阿丽亚却犹豫了 离其走 她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阿丽亚想让母亲先去避难 母亲上前温柔抱住阿丽亚 表示会永远陪着她 收拾好一切东西等她想走便宜 阿丽亚微笑地看着母亲 也正因为有这样坚强的后度 才更有前进的理由 阿丽亚决定以投资人的身份 参加学校的完工仪式 并把琴帖送给劳斯特家族 不出意外遭到尼艾尔的一顿嘲讽 母亲也很意外 不明白阿丽亚在这样的局势下 为何沾染和皇太子有关的研讨 不过阿丽亚微微一笑 她心意已决 第二天阿丽亚特意眉眉打扮了一份 穿上了玫瑰花纹的华丽衣 母亲却还是很担心 并帮阿丽亚向伯爵请了出游的假 众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阿丽亚看着这个宏伟的壮丽建筑 尴尬地笑了笑 吐槽亚斯炫耀自己的皇太子威风 阿丽亚一行人在门口碰见了侯爵一家 两个闺蜜又是一顿贴贴 阿丽亚在众人面前 也毫不掩饰和侯爵的合作关系 把侯爵吓得够呛 众人在一顿商业互吹后落座 阿丽亚的视线到处寻找着亚斯 突然穿着皇室白色礼服的亚斯 在众人面前闪亮登场 亚斯的眼神与阿丽亚雕毁 心里甜蜜地想着 老婆一定是来看自己的 亚斯站上台 向众人宣布他身份是皇太子 并表示学校会为平民提供教育 众人议论纷纷 阿丽亚身边的吃瓜群众们 好像意识到了不对劲 亚斯身上莫名的郁金香光环 是怎么回事 亚斯演讲完毕后 随即邀请幕后投资人上台 阿丽亚提起裙摆微微向亚斯行 想以投资人的身份重新介绍自己 亚斯呆愣了一下 随即温柔地笑了笑 这位小姐可总是能制造惊喜 阿丽亚站在台上做着演讲 美丽自信的样子收获了一大片笑容 演讲结束后 因为分别得太久 阿丽亚很想念亚斯 更想知道亚斯知道真相后的反应 亚斯却被一个黑衣人叫走 直到仪式落幕也没有回来 众人纷纷议论阿丽亚的美丽和谣言 就在阿丽亚失落地以为 亚斯不会再出现时 亚斯从身后轻轻搂动了阿丽亚的肩膀 这个男人当众表示自己 和这位美丽的小姐有约了 随后亚斯和阿丽亚来到秘密小屋 阿丽亚有一丝举紧张 一直盯着茶杯 屋内的装潢也被翻修了一点 亚斯表示为了配上阿丽亚的气质 特意重新装饰的 亚斯讨好人的表现 让阿丽亚觉得他今天格外主 随即两人探讨起了隐瞒身份的问题 阿丽亚笑咪咪的 觉得亚斯应该会感同身受 毕竟他的皮诺鲁也是个假身份 亚斯表示理解 但还想问更多的问题 阿丽亚心脏砰砰指跳 不知道亚斯会问什么 没想到亚斯只是关系了阿丽亚的境况 很担心阿丽亚最近有没有休息好 毕竟要处理投资的事情 阿丽亚表示自己只是处理信件 反而亚斯要更忙些 还没等阿丽亚把话说完 亚斯就臭屁地凑上来说 谢谢阿丽亚担心 阿丽亚一下子又无奈又无语 亚斯希望阿丽亚不要担心自己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 为了活命屈服于贵族派 甚至还要和宫女结婚 因为小时候的不好经历 在赌场的事件上 也对阿丽亚做了粗辱的事情 阿丽亚突然意识到 亚斯是在向自己道歉 亚斯希望阿丽亚能明白自己的内心 阿丽亚深切地体会着那种命运的束缚 和不服输的信念 就在阿丽亚思考时 亚斯轻轻拿出了一束玉京香 单膝跪倒阿丽亚的身边 美丽的阿丽亚小姐 我们交往吧 亚斯为自己来不及过多准 只有一束花的冒事道歉 阿丽亚抿嘴一笑 觉得亚斯的自信狗狗脸很可爱 阿丽亚羞涩地接过花 原谅了亚斯的鲁莽 希望亚斯小可爱 下次的仪式感更强一点 亚斯答应阿丽亚求婚的时候 定会举过欢情 另一边的米埃尔坐在马车内很奇怪 周围聚集的人实在太多了 侍女将阿丽亚的情况告诉了她 米埃尔连忙跑去见宫女 此时的宫女站在床边气得牙痒痒 可恶的阿丽亚怪不得那么嚣张 还敢甩脸色 原来早就和皇太子倒在一起了 阿丽亚回到家中 墙头草父亲过来献殷勤 邀请阿丽亚一起喝茶 不过阿丽亚此时却打碰不待人了 说好像自己和父亲 从来都没有在一起喝过茶 这位墙头草伯爵向女儿献殷勤 女儿阿丽亚表示自己也有话要说 在墙头草父亲的目光下 阿丽亚公布了和男友交往的事情 并表示想带男友来家里拜访 说完便笑眯眯地上楼了 留下一脸呆愣的伯爵 和瞬间暴躁的卡因 第二天一大早 伯爵府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就连阿丽亚在吃早餐的间隙 也有许多人毛遂自检 为了笼络势力 阿丽亚还是主动提出承担学费 送这些人去研究院学习 阿丽亚看着餐桌上狼吞虎咽的人 暗叹自己前世也是和他们一样 餐桌里一堪忧 而父亲劳斯特伯爵瞬间化身舔狗 黏在阿丽亚边上共进早餐 还要阿丽亚以后和卡因一同去谈生 阿丽亚拿药处理投资事业 笑眯眯地拒绝了亲爱的父亲 可舔狗向来都是持之以恒的 父亲明知顾问阿丽亚是否是投资人 阿丽亚为他的精明表示无语 卡因随即把话题转到了皇太子身上 阿丽亚诉说着和男友的过去 两个人已经认识两年了 亚斯也一直伪装皮诺鲁的身份 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 引得母亲一阵八卦 阿丽亚羞涩表示自己不能读说 要留给各位一点悬念 等亚斯过来亲自描述 卡因的脸色瞬间阴云密布 侍女杰西报告 阿丽亚已经把访问名单处理完毕 然后拿来对象汉斯的报纸 一脸甜蜜地告诉阿丽亚 汉斯也考上了研究院 阿丽亚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自己也没有想到两年来 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米埃尔和艾西斯 就好像卡在脖子里面的词 如今的自己再也不会害怕他们 而是兴奋于未来的斗争 不过另一边的宫女也没有显着 米埃尔奋力地说着好话 告诉宫女皇太子从未出现在府内 两人一定是谣言 宫女淡然地喝着茶 表示两个人一定不能结婚 否则就是对贵族的侮辱 宫女决定要提前 米埃尔和奥斯卡的婚礼 米埃尔瞬间一脸兴奋 夜晚杰西再一次甜蜜地谈论起汉斯 阿丽亚看着开心的侍女 前世的杰西对自己也是忠心耿耿 不过为什么看上汉斯那个穷小子 阿丽亚也是服而无奈 决定要亲自培养汉斯 阿丽亚拿起暗桌上亚斯寄来的信封 信上亚斯约定了见面时间 并送来了一条手链 晚上两人在温柔的月光下又一次会面 这对恋人在温柔的月光下会面 阿丽亚看着许久未见的亚斯 感觉他好像黑了一点点 亚斯被阿丽亚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告诉他自己去了热带地区 两人坐在一起喝茶 亚斯看见阿丽亚还戴着自己送的戒指 内心十分开心 阿丽亚也注意到亚斯手上戴了 除了亚斯不一样 很像是情侣戒指 亚斯把戒指取下来 戒指居然变色了 阿丽亚惊呆了 亚斯随即解释道 这枚戒指是皇室的传家宝 每当自己使用能力戒指就会闭死 阿丽亚一瞬间手都颤抖了 没想到这戒指这么贵重啊 亚斯温柔地握着阿丽亚的手说 只有阿丽亚才配得上这枚戒指 阿丽亚瞬间羞红了脸 一番甜蜜过后 阿丽亚与亚斯谈论起正事 莎拉想要来研究院当理老师 想到莎拉背后的中立派侯主 夫妻两一脸伤人的奸诈脸 亚斯想要阿丽亚见一见判官 阿丽亚内心却不想见不熟悉的人 几天后 亚斯向伯爵斧寄来了皇室信封 伯爵斧急忙忙活了起来 米埃尔却很不爽 嘲讽阿丽亚不自量力 幻想成为太子妃 阿丽亚丝毫不退缩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自己总比米埃尔和某些叛国贼强 瞬间把米埃尔气得说不出话 这天亚斯坐着豪华马车前来伯爵斧 阿丽亚一家人站在门口迎接 情侣俩一顿肆无忌惮的撒狗粮 连侍卫都看无语了 提醒亚斯注意力 劳斯特伯爵被亚斯亮下了双眼 众人在户外就餐 塔因和米埃尔虽然不爽 也不能表现出什么 阿丽亚内心一顿暗爽 亚斯和劳斯特伯爵聊起了声音 劳斯特对着阿丽亚就是一顿你 阿丽亚却把话题引到了米埃尔身上 表面上夸奖 实际上暗讽 塔因插话询问亚斯前来的目的 亚斯向伯爵和夫人争所同意 并表示了自己的诚恳的内心 放后阿丽亚提出要带亚斯去看看 自己母亲修缮的花园 小情侣在众人目光下先行到腿 米埃尔看着阿丽亚和皇太子的背影 内心疯狂咆哮 亚斯和阿丽亚在家中闲逛 虽然伯爵府没有皇宫大 亚斯还是看得很仔细 因为这是阿丽亚生活过的地方 阿丽亚回想起前世今生 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经历了许多 他不由心生感慨 在皇太子见父母是什么样的体验 皇太子询问阿丽亚 是不是自己第一次见阿丽亚的父母 做得不够好 阿丽亚表示他的皇太子身份 已经让父母很高兴了 亚斯随即转过来一脸委居狗不样 阿丽亚立马反应过来 这个幼稚鬼是在求夸赞 这天在亚斯的引荐下 阿丽亚收到了普雷伊判官的信 邀他前往赴约 不过依旧很疑惑这位判官的目的 普雷伊却显得异常热情 又是给阿丽亚准备精心的查理 又是询问阿丽亚的各种喜好 把阿丽亚搞得云里无理 很快普雷伊拿出一件衣服 要阿丽亚试穿 阿丽亚开始害以为 普雷伊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可是那件衣服居然是男装 普雷伊见阿丽亚穿上后更加激动 还询问阿丽亚的母亲有没有说过什么 阿丽亚有些尴尬 提出了还有事先行告辞 劳斯特家族的饭桌上 凯因极力反对阿丽亚的婚事 却被劳斯特伯爵强硬打断 米埃尔却要哥哥忍耐 偷偷告诉凯因自己有办法 因为之前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去见普雷伊 现在的阿丽亚身心俱疲 居然忘记上次和亚斯说好 今天晚上要见面的是 亚斯顿时变成委屈低落的大狗狗 阿丽亚急忙解释自己不太在状态 阿丽亚和亚斯谈起普雷伊的事情 亚斯好像明白了什么 普雷伊有个被赶出家门的弟弟 和阿丽亚长得十分相似 亚斯称小时候见过他的画像 两个人都是一头金发 随即亚斯就让加班狗莱恩 替老婆找画像去了 安妮从门外进来 看见皇太子在阿丽亚房间 被吓了一跳 阿丽亚随即解释亚斯是翻窗进来的 安妮报告阿丽亚 米艾尔好像又要搞小动作 不过如今整个伯爵府手下 都是阿丽亚的人 虽然要杀了米艾尔很简单 不过等着米艾尔自己出纰漏 不是更有意思吗 研究院到了要颁发奖学金的日子 阿丽亚不得不出名 米艾尔却盛装打扮拦住了阿丽亚 并且询问阿丽亚今天是否回来 阿丽亚没好气地回答了他 米艾尔周围的那些甜狗小姐 都吐槽阿丽亚不配 居然敢这么放肆 可米艾尔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猛 再一次向阿丽亚确定了真的不回来 这位恶女把女主阿丽亚拦住 询问阿丽亚今天是否回家 阿丽亚心里很不熟 不知道米艾尔又在搞什么鬼 阿丽亚和安妮来到了研究院 安妮看见小情人波登男爵 两个人就是一顿甜蜜贴贴 莎拉也独自赶过来 并且把同一任职的信封交给了阿丽亚 阿丽亚却很不好意思 因为这样的话 卡在中间的侯爵大人就会非常难办 不过好姐妹莎拉全力支持阿丽亚 表示中立派已经找过侯爵 现在也必须站队 自己也会全力说服丈夫 阿丽亚顿时超级感动 两个好姐妹兴奋地抱在一起 阿丽亚站在台前宣布获奖名单 被念到名字的汉斯一脸意外 她看着杰西开心又激动的样子 由衷地希望她可以幸福 安妮也为阿丽亚定制了勋章 并且佩戴在了学院服上 表示这个团队对阿丽亚的忠心 杰西也很想要赢 安妮却慌忙拒绝 阿丽亚随即看出这个小妮子 卖徽章大赚了一笔 夜晚阿丽亚回到了家中 不过奇怪的是 米埃尔居然还在举办宴会 贵族小姐们看到阿丽亚 调侃她带着的手链 从来就没有看过 不过是平民区才有的小玩意 安妮一个鬼脸告诉他们是皇太子送的 米埃尔的反常让阿丽亚内心不安 阿丽亚回到房间 米埃尔居然敲响了自己的房门 阿丽亚很不放心 称自己在换衣服 并不给米埃尔开门 不过米埃尔却坚持要在外面 无奈阿丽亚开了门 米埃尔称父亲想和我们聊一聊 劳斯特伯爵疑惑询问女儿想要干什么 米埃尔慢慢转过头 一脸阴暗地看着父亲 在劳斯特和阿丽亚的惊慌眼神中 劳斯特被米埃尔推了一把 随即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因为要抓住阿丽亚的手 把手链扯断了 米埃尔突然高喊 阿丽亚眼神狠狠地看向米埃尔 众人听到了声音慌忙前来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阿丽亚从睡梦中猛地惊醒 亚斯坐在床边告诉他这里是森林屋 把阿丽亚带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昏过去了 阿丽亚慌忙寻找自己的沙漏 想要把时间调到事情发生前 不过胸口的怀表却不见了 就在阿丽亚着急之时 他突然间想到 真的可以把时间逆转回去吗 这个恶女心狠手辣 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推下楼 还嫁祸给姐姐 被皇太子救走的阿丽亚冷静下来 就算现在用沙漏逆转时光 虽然自己可以留在小木屋 但是亚斯不行 何况自己的手链也会留在楼梯口 哪怕不给米埃尔开门 米埃尔也会把父亲推下楼嫁祸给他 当阿丽亚答应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中计了 阿丽亚随即询问亚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亚斯撑断了的手链有自己的魔法 可以预感到阿丽亚的威胁 亚斯看着阿丽亚很苦恼的样子 心生愧疚 阿丽亚看着为自己担惊受怕的男友 抱怨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亚斯听阿丽亚阐述了米埃尔的计划 决定帮老婆渡过难关 利用旅游制造不在场证明 顺便渡一个小蜜月 另一边的小绿茶米埃尔 装出一副小可怜的样子 把国全甩在了阿丽亚身上 虽然仆人们都不相信 但也止不住流言蜚语 医生诊断出伯爵还有脉搏 米埃尔顿事慌得不行 国境边界的子爵慌慌张张地接到消息 胆忙前来接见皇太子殿下 却看见殿下带了一个漂亮老婆 两个人因为临时出行决定设账 子爵连忙表示由他请客 阿丽亚微微一笑 和亚斯散发着无处安放的魅力 真正的贵族 怎么回做白吃白喝这种事情 何况这些设账账单和时间 都将成为他们自证清白的好东西 夜晚阿丽亚在微微小酌了一杯 醉熏熏的在子爵家散步 推开门发现亚斯坐在庭院里 亚斯看着阿丽亚 通红的小脸询问他是不是生病 阿丽亚轻轻蹭了蹭亚斯的手 觉得凉凉的很舒服 亚斯顿时 害羞地让阿丽亚早点回去休息 阿丽亚故意有些疑惑地问 不是有你在吗 听到阿丽亚的话 亚斯强忍着心中的躁动 阿丽亚看着亚斯的反应 觉得他可爱极了 柔和的月光下两人聊起了天 亚斯刚刚去首都得到消息 阿丽亚已经被告到了警部队 现在得赶快离开边界 制作更多的不在场证明 阿丽亚却惊讶于亚斯 可以频繁使用能力 很担心亚斯的状况 亚斯却表示自己身体很好 不过是小距离一动而已 亚斯让阿丽亚注意早点休息 阿丽亚小可爱 却靠在了皇太子身上 皇太子的嘴角顿时微微上敲 这对小情侣因为要制作更多不在场证明 而出来度蜜月 第二天阿丽亚和皇太子向子觉辞行 就在两人走后传来官府的通缉令 居然是阿丽亚昨晚杀了伯爵父亲 马车里的亚斯突然抱起阿丽亚 飞上了天 阿丽亚再一次惊讶亚斯又使用能力 亚斯伸出手邀请阿丽亚范骨 两人手拉手享受来之不易的悠闲时光 到了集市亚斯买了两个黑色披风 没有办法老婆太好看开闲眼 阿丽亚兴奋地喊着亚斯看魔术表演 亚斯一瞬间晃了神 两个人在集市上痛情地玩耍 亚斯询问阿丽亚 之前好像不是很喜欢问问 阿丽亚回想起从前 自己贫穷又遭受讨厌 除了一个同样脏兮兮的小男孩 邀请自己做他的伙伴 小女孩天真的询问男孩可以吃几个烤肠 阿丽亚的表情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落寞 亚斯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出身安慰 阿丽亚望向亚斯 很感谢亚斯能邀请自己一起三位 突然街道上发生了一起抢一案 贫穷少年因为追前腿受伤了 跟群中议论纷纷 表示这种穷小子很可能被恶杀 气愤的阿丽亚想到了同前的自己 扭转时光沙漏猛地推开了上去 亚斯因为阿丽亚奇怪地举动帮忙跑 少年对着阿丽亚生气叫好 为了安抚少年 阿丽亚除了又抹刺又抹 外加增一条手面 少年白捡了一个大片 害怕阿丽亚反悔连忙跑开 亚斯握着阿丽亚的手 好像看到了戒指的一束光 阿丽亚却说亚斯最近太累 搪刺了过去 很快回到客房 阿丽亚因为使用能力的原因 要陷入沉睡了 他提醒亚斯 如果敲门的时候自己没有醒 可以进门来喊醒自己 随即给亚斯抛了一个魅力 亚斯顿时害羞 皇太子计划着重新国取皇权 并收到了来自莱恩 关于普雷伊弟弟的调查 这个和阿丽亚很相似的男人 叫克洛伊 本来由皇族戴维斯和瓦尔利抚养 却被意外发现是瓦尔利的自生子 克洛伊的亲生父亲皮亚特 却一直很深 亚斯想到普雷伊的心理 隐约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马车很快就要帮 阿丽亚果然叫不醒 亚斯害羞地进去了阿丽亚的房间 阿丽亚如同睡美人一白 亚斯想到连日来的疹子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 金色的沙漏 却突然间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亚斯感觉到莫名的熟悉 此时本该睡着的阿丽亚却一脸阴沉 惊慌地看着她 阿丽亚生气地看着亚斯 不知道是因为沙漏的秘密心虚 还是因为亚斯擅自动自己的东西 两人马上就要到克鲁亚王国边境 亚斯却觉得阿丽亚对自己爱达不如 虽然事后阿丽亚已经冷静下来 亚斯的借口很糟糕 但是也绝不会对沙漏动手脚 阿丽亚的内心并不责怪亚斯 只是讨厌卑躬舍影的自己 皇太子却念了巴基 老婆不想理自己了怎么办 很快到了目的地 两个人一下车就因为插队备受瞩目 自觉纷纷前来要亚斯和阿丽亚签字 人群又是一顿议论纷纷 阿丽亚听到夸奖时不好意思了起来 亚斯晚上又是一顿小田狗模式 声称阿丽亚的人气很高 如果自己不是皇太子 也要站在外围看了 阿丽亚已经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两人决定明天动身回地骨 亚斯邀请阿丽亚在最后一个清醒的夜晚 共进烛光晚餐 阿丽亚独自一个人在房间等亚斯 突然有人敲门 来人一头银发亲密的直呼亚斯的名字 并且好像也认识阿丽亚 短暂的插曲后 亚斯和阿丽亚共进晚餐 因为那个银发男人的问题 阿丽亚一直心不在焉 亚斯和阿丽亚介绍起菜品 并且提出事情结束之后 再来一场真正的度假 阿丽亚低下了头 表示他也很想和亚斯真正来一场 舒适的旅行 对话突然被一个叫鲁汉的人打论 责怪亚斯居然不优先找他 并且提及了刚刚去找阿丽亚的事情 随即优雅地凑到阿丽亚的面前 温柔地向阿丽亚问好 美丽的小姐真是百闻不如意见 鲁汉在一边叽叽歪歪地询问亚斯的目的 亚斯因为这个小兔崽子打扰自己越回 凶神恶煞的威胁 阿丽亚随即猜测两个人应该是很熟的朋友 鲁汉当了一会儿电灯泡后就离开了 走前还不忘亲了亲阿丽亚的手 把亚斯这个大醋谈紫气的半死 阿丽亚无语又生气地搓着手 亚斯蹲下来温柔地吻了阿丽亚的手 并且保证 如果这个臭小子下次再这么无语 一定弄死他 阿丽亚望着绅士的亚斯 心中一阵小路乱撞 鲁汉的出现并没有打搅阿丽亚跟亚斯的性质 反而迅速增温 而阿丽亚也暗自决定 是时候该反击了 另一边 阿丽亚的父亲并没有恢复意识 甚至可能永远都无法苏醒 众人听后家中乱作一团 避开众人的视线 卡因始终不相信是阿丽亚推的父亲 尼艾尔泽阴森地看着单纯的哥哥 开口 如果父亲醒不过来 那么哥哥就是伯爵的代理人了 至于姐姐吗 就应该立马坚定起来 这样他也不会在外面卖弄风情 财产跟女人女都可以得到 卡因听后便准身离去 随即米艾尔一边拿着奥斯卡寄来的信 开始幻想自己以后的美好生活 没过多时 卡因也收到了一封命令来信 瞬间暴跳如雷 信中提及 阿丽亚正在克鲁亚王国和皇太子亲密旅行 听后 米艾尔开始英读的开始计划 怎么把皇太子一起拉下水 亚斯跟阿丽亚回到首都 一上来米艾尔就激发演员的自我修养 梨花带雨的想把锅甩给阿丽亚 而一旁的阿丽亚更是倾出于蓝 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两个女人一台戏互相在心里怒骂对方 阿丽亚则是继续表演 还为是父亲不让他跟皇太子旅行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随即扑倒亚斯怀里 亚斯也是男友力抱跑 跟老婆一起开始了表演 米艾尔对着亚斯说 人证物证据的 而亚斯则是十分不屑地说道 那我们就法营上见 而这一幕则是深深刺激到了一旁的小舔狗卡因 看到他们亲亲我我直接炸毛了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法尼 米艾尔则一脸信心失足的模样 说他亲眼所见 姐姐把父亲从台阶上推了下去后便转身离开了 莫迪亚小姐跟温蒂小姐都能坐着 就在台下议论纷纷时 阿丽亚开口道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在场 所以说推父亲下楼一事根本就是诬陷 随后表情凝沉地看着几个小跟单 表示自己确实回家了但是没有进步 米艾尔此事表现得很焦急 阿丽亚微微一笑提交了证据 皇太子作为同行的证人帮老婆证实确实去旅行 并且还没有带钱 拿出了当时赦账的账单 米艾尔则是气急败坏地表示 他们可以行凶讨议后再去赦账 法官看完证据并注意到了时间 根本来不及作案 所以只能休停再判 米艾尔则是气急败坏 而阿丽亚则是对着他一脸比 不知道这个小绿茶是哪里来的勇气 米艾尔不愿意放弃这个好机会 拿出摔断的手面 而阿丽亚则是举起手上新的手面 王子殿下送的礼物我怎么可能轻易弄断呢 米艾尔气得口不择言 大声呼喊这一切都是皇太子策划 亚斯一声放肆把米艾尔对得哑口无言 而阿丽亚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妹妹是多么的愚蠢 阿丽亚根本没有理由伤害父亲 吃瓜群众纷纷倒戈阿丽亚一望 毕竟阿丽亚日积月累的口碑也不是能轻易击败 此时此刻不禁让他想到自己前世 只是现在角色对调 米艾尔因为被皇太子一声放肆 吓得瑟瑟发抖处在原地不敢动弹 人群中也是议论纷纷 米艾尔回头看向自己的哥哥 谁知道卡因居然因为害怕 被以为是同谋 瞬间就把头转了过去 真的是继承了罗斯特伯爵的优良血统 此时的卡因大脑也在疯狂运转 权衡着利比 就算是米艾尔被拘留 我也能可以把他保释出来 反正现在我才是伯爵的代理 此时就连小灯丹也穿水 看着众人都要把他突入风口浪宫 米艾尔大声哭道 还有一个目击证人 就是皇太子殿下 是皇太子用了魔法带走阿丽亚 阿丽亚听后连连叹气 觉得米艾尔可能是有精神调病 所以产生了幻想 毕竟当天大家都玩到横宇 也许那天的派队压根就没有那么多 此时亚四月 也许是服用了贵族圈里 从轻秘密流行的置换剂也说不定 此言一出 台下更是议论纷纷 此时小跟班也很复合了 当时也只是看见了一个 有着金色长大的背影 也许并不是阿丽亚 米艾尔能在人地 阿丽亚跑起 小绿茶终于也尝到了 这种被冤枉的滋味 米艾尔此时咆哮道 不恕 可是事到如今又有谁会相信他 法官当即宣布要彻查 但是参加武对各位小姐 是否携带过置换剂 当即休庭 阿丽亚走出法庭后 就收到了所有人的关系 好规律沙拉甚至泪如雨下 而米艾尔气到在地上 却没有人去看一名 就如同前世的阿丽亚 不过这也都是他咎由自取 真是咎由自取 现在也不过是风水温流者 阿丽亚转眼间一回到府邸 庸人们纷纷上庭 虚航问他 而阿丽亚则是来到了父亲的房间 看到父亲一动不动躺在那 阿丽亚不禁想开口询问问父亲 此时近况你又会想保全那个 曾经你把我的功劳全部归于米艾尔 如果你现在还是如此把脏水亡我身 那我将顾死无疑 到了开庭这一天 亚斯一大早就宣告主权来接阿丽亚 在车上 亚斯一脸蠢密地看向阿丽亚 不然阿丽亚暗中心脏 亚斯干嘛询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而阿丽亚则是满脸娇羞回答的 每次和你在一起 我的心脏就会出现异常 瞬间车内气息无法言语 来到法庭这边 米艾尔跟卡因早早就来到法庭 因为碍于身份不敢迁怒皇太子 只能怂怂地等于阿丽亚 亚斯却赶到了老婆的固守 马上搂住阿丽亚的腰死死的守护点塌 此时两人说不出的甜蜜 随后判官宣布阿丽亚无罪是否 而米艾尔则因有重大嫌疑而逮捕鲁云 米艾尔一脸震惊 随后法官补导 此案大致刑细为二十 此时的卡因方芒说道 伯爵世家决定正式撤死 请求重新处 不过依旧为时已晚 很快报纸就到处宣扬米艾尔的队形 阿丽亚也要回家了 亚斯却很不放心了 毕竟还有一个铁钩卡路 但是阿丽亚却还没有完全结束 对米艾尔的报道 还要继续回去思考 亚斯想能够顿时沮丧情 希望老婆能快点成绩 这样就可以天天陪着自己 阿丽亚顿时还心情 这对小情侣当着女仆的念豪布 也是大秀恩爱 看得一旁的闺蜜羡慕不已 另一边的卡因始终还是不能相信 妹妹米艾尔被判二十年监禁的事实 她开始想办法找理由为米艾尔申请保释 却被判官无情地拒绝了 谋杀亲生父亲还做伪证 怎么可能还能保释呢 卡因来看望米艾尔 恶女竟然被关在一个狭小阴暗的房间里 卡因想到肯定是皇太子提前特意交代 居然没有贵族的待遇 米艾尔一看到卡因就开始数落阿丽亚 他居然还在担心被奥斯卡退婚 此时的米艾尔彻底绷不住 居然提出要哥哥做伪证 让卡因说亲眼看到阿丽亚把父亲推下了 还请求他去找宫女 毕竟自己跟他们家是有婚约的 应该不会坐视不理 卡因很自私 嘴上说着想办了 可是内心根本不想帮助米艾尔 因为这样会把他卷入到是非里 毕竟现在自己才是伯爵代理人 就连宫女为了明哲宝身 只是寄来一封信就草草两世 卡因一回到家就去看望了阿丽亚 不过却传来了罗斯特伯爵醒来的叫喊声 卡因这个大孝子想到 如果伯爵能证明是阿丽亚推 局面不就翻转了吗 可谁知伯爵因为意外 醒来的他说不了话 只是能眨眨眼睛与人沟通 卡因刚想让父亲眨眼回答 众人就推门而入 卡因一脸不少地看着劲目 正好撞上赶来的阿丽亚 看到父亲有所好转 立马就叫人去请法官了 阿丽亚跟母亲躺在庭院 虽然伯爵醒了 但是母亲并不是很开心 伯爵已经瘫痪而且不能说话 卡因又对自己的女儿虎视眈眈 阿丽亚却开启了母亲的玩笑 以为母亲跟伯爵情深似海 母亲随即说起和伯爵的故事 伯爵的前妻是因太过娴熟 显得特别无趣 本来就是政治联姻 所以彼此之间根本没有感情 对于先夫人的过世 伯爵虽然伤心 但是也是可以摆脱束缚的一种解脱 所以在母亲眼中 伯爵不过是个卑鄙的贵族而已 当时为了生计才嫁给伯爵 可如果现在伯爵的位子换成了卡因 那母女俩的生活就变成了未知数 阿丽亚询问母亲是否要离开 母亲则表示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自己不可能两手空空而逃 而且还想看到自己宝贝女儿的婚礼 阿丽亚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 因为伯爵的苏醒 米埃尔被判处五年居家监禁 他依旧还是不甘心 为什么父亲没有帮自己 夫人和阿丽亚围在伯爵的身边 嘘寒问暖 伯爵想到自己被拖下去时 米埃尔充满怨恨的表情 就连剑都不想再见到他 可能是这次打击 真的让伯爵看清楚 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 竟然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不过卡因这个大孝子可不这么想 米埃尔的事可以花钱搞定 而自己的伯爵之位 一定要现在就拿到手 被监禁的米埃尔流下了眼泪 五年都要被封闭在这个房间内 而且父亲现在也不愿再帮助自己 事已至此 但是他却丝毫没有悔悔之心 他漫步走到床边 拿出了最后的底牌 米埃尔这个恶女 想到最后的救命稻草 于是他给公允写信救主 乃至到公允写根本就不屑一语 而且他认为米埃尔愚蠢且傲慢 原本只想拿他扳倒阿里亚 没想到却反被囚禁 想到这不仅揉碎了寄来的信件 另一点 阿里亚努力令人设在父亲面前 说着米埃尔的好话 这样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证明哪个女儿更优秀 心机的卡因一直在门口偷听 明确了短时间内 国局不会再支持米埃尔的动向 这一幕刚好被阿里亚看到 于是连忙跑到卡因面前 对着他一顿猛夸 愣头轻卡因果然受不了别人吹跑 立马就爆料出来 自己再准备继承家业的事 阿里亚故作可怜兮兮的 顺势提出米埃尔最近神经质的行为 可能真的是嗑药了 卡因瞬间被捕 提出要彻查至换迹的事情 两人边说边走 正好被来探望阿里亚的亚斯 撞了个阵子 亚斯顺势提出要以皇家的名义 要整顿贵族圈混乱荒诞的恶习 米埃尔在门缝中把门拍得扑通直响 亚斯低沉着脸把门打开 米埃尔健壮顿时吓得缩在了一旁 很快就被强制带了出去 阿里亚则是在一旁冷眼旁观 米埃尔顿时忍不住对着阿里亚狂骂不已 而阿里亚则是淡定狂伤了他一巴掌 把一旁的亚斯着实也吓得不轻 人们也以为米埃尔的异常嘴动 也纷纷吐槽可能是嗑药了 亚斯因为看到老婆被骂 更加决定要好好彻查 不能再让阿里亚受到麻烦 而米埃尔坚持不承认自己嗑药 亚斯却温柔地蹲了下来 询问他是不是看见自己突然消失了 米埃尔显然脑袋瓜不够用 还试图想让别人相信他 又把看见亚斯会魔法是重说了一边 听完言论后 亚斯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已经分不清现实和虚化了 看来置换剂一事也是白口莫变了 反应过来的米埃尔 内心快要崩溃了 而亚斯则是回头微微一笑 就算我真的会魔法 真的有人会相信吗 米埃尔终于收到了所有人的不信任 但是他依然还是不可放弃 米埃尔保存了所有和宫女的信件网 逼迫宫女非帮他不可 不然会把信件公之于众 看到宫女来信时 米埃尔不禁心里乐开了花 而宫女则是想怎么弄死这个爱言的小绿茶 于是想出了一个一生二鸟的技术 他让一个女仆跟米埃尔呼唤身份 并主护米埃尔事成之后速速与他会 这样宫女艾西斯叛乱成功后 就会无罪失踪他 米埃尔哪肯放过任何一个弄死阿利亚的机会 于是他穿上女服装 就在要走出去的时候 忽然被侍卫喊 米埃尔惊慌失措 而侍卫只是询问了一下 送餐时间是不是提早了 哥哥卡因早早等在了门口的马车旁接应妹妹 主护好后 便把他送上了马车 米埃尔一上马车就宫女吐槽了起来 宫女随即询问米埃尔的姓试口携带了出来 心机的米埃尔则谎通东西很重要 并没有随身携带 这一举动可把宫女启唤 米埃尔赶忙转换 说皇太子亚似乎摩尔 宫女表示很疑 就算真的有摩尔 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是诽谤皇室 让他几年甚小 两个大反派在相互拉扯之间 马车缓缓地驶向特鲁亚王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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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